免费在线听书,请登陆《问候吧!听书网》 请听长篇部传题小说,侯伟东官场笔记第八部,作者小小老树,演播王敏军 十年间侯伟东和郭兰皆吻过拥抱过,但也仅此而已 但是这一天,正赶上郭兰的生日,天时地利都在将两个人向一起牵引 他们终于冲破了心中的禁忌,彻底地放纵了自己 房间的环境很好,郭兰根本就不想出去 与侯伟东厮守在一起,远远比在森林中漫步更加重要 侯伟东轻轻地问他,还疼吗? 不太疼,以前还以为会很疼呢 郭兰身体最隐秘的部位,都能感受到侯伟东的温柔 感觉强烈吗?不强烈 哎呀,多做几次,你就喜欢了 你这个人,什么都说得出来 郭兰的脸上飞起了一层红韵 他的手指放在侯伟东的嘴唇上,阻止他再说这个话题 马有才的小车在院子里停了一天 侯伟东和郭兰为了隐蔽,也在房中待了一天 郭兰的初恋时代大学,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此时出场男女之事,这才发现情爱也是人世间一件美好的事情 相守在房中,他感到格外的幸福 当早晨的太阳从大树上跃然而起 阳光如一缕缕金线射进了窗户 侯伟东抬起头来 只见郭兰还闭着眼睛在熟睡 便将被单轻轻地揭开 让透过窗帘的光点落在郭兰的皮肤之上 阳光下 郭兰的皮肤显得格外的晶莹透亮 侯伟东细细欣赏着这一具如温玉般的身体 不忍吵醒他 又给他盖上了被单 可是自己的手却一直不愿意离去 来到窗台 院子里的小车还在 而对面的楼顶上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尽管是从窗帘的缝隙里 侯伟东也看得很清楚 站在对面楼顶的正是副市长马有才 另外一个女人 也是相识之人 她是一阳日报的前记者 李俊 因为昨天就看到了马有才的配彻 这会儿看到马有才 侯伟东并不觉得奇怪 可是看到李俊 侯伟东还是大吃了一惊 李俊和郭兰是朋友 以前在一阳读亲干班的时候 李俊 郭兰 侯伟东和任林杜等人还在一起吃过饭 他没有料到李俊会同马有才走到一起 在对面的顶楼 马有才犹如一株大树 李俊好似攀树的长腾 沐浮在阳光之下 看上去金光灿灿 在侯伟东站在窗前观察时 郭兰悄悄地睁开了眼睛 刚在侯伟东坐在床边 看他的身体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醒了 此时 郭兰的心里格外的矛盾 他既享受着侯伟东的爱护 同时对于侯伟东是一个 已婚男人这个事实 格外的心痛 这个矛盾 在他的脑海中 越来越明显 当侯伟东从窗台边重新走回来时 他赶紧将眼睛闭上 哎 这边楼上住的人是马有才 另外一个人 是李俊 文廷此年 郭兰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禁不住好奇 穿上侯伟东的衬衣 躲在窗台前 李俊在做什么工作 李俊以前在报社 后来去政法委 离港锻炼 然后就在沙州 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同时也搞装潢设计 生意很好 郭兰的朋友不多 李俊算得上其中之一 所以李俊的情况 郭兰还颇为了解 侯伟东顺口说道 马有才管着市政这一块啊 李俊当了小三 生意肯定好做爱 郭兰是很高傲 而且追求完美的女子 第一次恋爱失败 他抗拒了十年 这一次与侯伟东在一起 让他变得格外的敏感 听了侯伟东对李俊的评价 脸色突然变了 侯伟东话一出口 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可是此时要是去纠正 则会越抹越黑 他悄悄看了一眼波澜 见他的神情似乎有些变化 似乎又没有变化 侯伟东岔开了话题 这个森林还真漂亮啊 以前还真没有发现 有这么美的风景 看来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这个世界上好风景很多 只是没有发现风景的眼睛 郭兰心中暗暗地说着 我不要当小三 就算是跟侯伟东的一夜激情吧 用这段激情来了解这十年的岁月 我不要当小三 我要追求属于我的新生活 他回过头来 再次看着侯伟东 眼睛里有着温柔留恋 还有隐约的决心 当郭兰主动亲吻额头的时候 侯伟东悬在半空的心态落了下来 他欣赏着郭兰微翘的鼻尖 一肌如秋水一般明亮的眼睛 他轻轻地吻着郭兰的额头 脸颊 还有脖子 他知道郭兰的敏感点 把嘴唇久久地停留在脖颈之处 朝阳终于升上了天空 两个人又回到了床上 郭兰咬着侯伟东的耳朵 我不怕疼了 侯伟东感觉到了柔软身体的主动 他的嘴唇一路稳了下去 满屋的春色 生死屋外的烈日 吃过早饭 两个人不方便出去 依然黏在一起 坐在窗台前看外面的风景 郭兰的话挺多 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讲家庭 又讲自己的感情生活和未来的理想 下午 院外传来了汽车声 侯伟东赶紧来到窗边 看着马友才和李俊上了车 等到汽车离开的小院 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哎呀 等吃了晚饭 我们到草地上去转一转 落日余晖下的高山草地 有一种别样的美 昨天两个人趴在窗前 已经看了很久 郭兰痛快地答应了侯伟东的邀请 哎呀 可惜我没有戴裙子呀 侯伟东看了看裙子 裙子没有脏啊 郭兰说道 我是只只有一条裙子 不好看 我要把最美丽的一面 展现给你 吃过晚饭 等到太阳落山 两个人挽着手 在森林和草场上散步 流连于这人间美景之中 直到天上布满了星星 我喜欢天上的星星 小时候啊 最喜欢站在窗边看星星的 那个时候的空气好 现在在城市里 很难看到这么透彻的天空了 是啊 侯伟东也仰着头 平时都忙着这些俗物啊 哪里有时间看星星啊 看星星能净化心灵 能够让人平静 郭兰靠着侯伟东的肩膀 你是什么星座呀 啊 星座 我不知道啊 郭兰读大学的时候 挺喜欢星座 也颇有了解 他按照侯伟东说的生日 算了一下 你是狮子座 我是水瓶座 以后 我就叫你狮子吧 哎呀 那我可不能叫你水瓶 脱尘温泉的老总就叫水瓶 他是泥座的 你是水座的 不能混为一胆 最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幸福刚刚开始 又要从风景区 回来面对现实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侯伟东和郭兰都没有见面 从天上人间回到尘世之中 两个人都要面对现实的问题 都需要冷静 回家后的第三天 侯伟东突然接到了郭兰的电话 伟东 这两天我想了很多 我给你写了一封邮件 听到郭兰的语气 侯伟东的心 犹如一块石头一般往下直落 他能感受到郭兰的情绪 也能猜到邮件的大体内容 等到诸人已离开了办公室 侯伟东打开了邮件 这是一封无头无脑的邮件 我最心爱的狮子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你 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称呼 风景曲的两天 是我最幸福的两天 我将永远记着这两天 狮子爱水瓶的特立独行 妖心利益 而水瓶爱狮子的才华横溺 无所顾忌 我愿意做浴火的凤凰 与你一起燃烧 但是我不能做第三者 这两天的爱将帮我一生 永远留在我心灵的最深处 这封信尽管完全在 侯伟东的意料之中 可他仍然觉得心里 被真狠狠地刺了一下 疼痛无比 从风景区数了星星回来 侯伟东的心里 感受到了强烈的煎熬 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无奈 他确实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与过兰的关系 郭兰的快刀斩乱麻 让他很欣赏 可更让他的心口痛得发解 侯伟东意识到 这一次与郭兰 他不仅在肉体上出了鬼 在感情上也出了鬼 以前和段英 甚至和李经在一起 侯伟东更多的是 沉迷在肉体之上 而这一次 他发现自己的身与心 都迷恋着过来 有一个通俗的说法 女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 爱上不同的男人 男人却可以在同一时刻 爱上不同的女人 此时侯伟东 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句话 小家是他的女人 就如家人一般 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郭兰 也是他的女人 虽然这段感情 似乎刚刚开始 就要结束 侯伟东的内心 正在痛苦交战的时刻 燕春平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 侯市长 机构改革会议要在星期三召开 这是送过来的材料 机构改革是朱民生提出来的课题 侯伟东借着这个课题 认真研究了南部新区的改革思路 目前已经有了基本的想法 一句话概括 就是要在南部新区建立独立王国 具体来说 就是南部新区的钱 不进财政的笼子 由南部新区 自收自制 南部新区是沙州改革开放的火车头 有这个责任 就要有相应的权利 侯伟东想为南部新区 增加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既是从现实出发 又有着宁当鸡头 不当奉会的心愿 在电话里向朱民生简要汇报此事 朱民生说 那你赶紧过来吧 我还有半个小时 你详细谈一谈 与朱民生联系以后 侯伟东站起来收拾文件 又看到了沙州大学的文件 上面有郭兰的名字 看着这个熟悉的名字 他又浮现起了 在风景区的两天两夜 那个眼如秋水的女人 那个喜欢弹钢琴的女人 那个唇齿流香的女人 难道真的就是 自己生命中的流星吗 可如果把他留在身边 自己又能给他什么呢 侯伟东此时有了 比少年维特更深的烦恼 心中充满了忧闷 可是现实就是如此无奈 犹如一张大网 将他紧紧地捆住了 他站在门前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走出了门 刚一下楼 就看见楼下有十来个工人 正在大厅里与保安论里 见到侯伟东出来 工人们顿时情绪激动起来 侯市长 我们是捐防厂的工人 有话要跟你说呀 信访办的副主任任林渡也赶了过来 他站在工人的面前 大声说道 你们先到我们信访办来啊 有什么话 有什么事 都可以给信访部门讲吗 工人们群情激愤 我们要找侯市长 侯市长 你一定要听听工人的心声啊 侯伟东看了看表 他已经与市委书记 朱民生约好了时间 如果坐下来 听取捐防厂工人的诉求 那就要耽误于朱民生的会谈 而且第一批国有企业改革 并没有把捐防厂纳入 这是市政府的集体决定 侯伟东虽然有意见 也无意违反市政府已经形成的决定 侯伟东停下了脚步 对任林渡说 任主任啊 你通知香港部门来听一听工人的诉求 要做好记录和解释工作 然后又对身后的燕春平说 你跟着任主任 多听别说 工人们看到侯伟东 静止离开了办公大楼 顿时骚动起来 有人骂到了 侯伟东还说是个好官呢 你看他的样 分明又是一个参官吗 哎呀 我早就说过了 别指望侯伟东 秘书彦春平原本只是想听听 可是当工人们开始骂起来以后 他的火气也上来了 侯市长确实是有事嘛 他安排新访办通知相关部门 来听你们谈事情 有什么不对啊 为了捐放场的事 侯市长掏了多少心啊 做人要有良心呢 这一下宠了马蜂窝 有工人喊道 侯伟东是不是人民公婆啊 我们人民是主人 现在主人找他反应情况 这是关系到我们放晚的事情 他有天大的事情 也应该听我们反应嘛 旁边又有人说 找相关部门有什么用啊 我们不仅要找侯卫东 还要找黄子弟 有人在人群里已经骂了起来 说这些人都是官官相护 要让他们下岗 如果下岗 他们就要到省里 甚至到首都去上访 去静坐 任林渡当了信访办的副主任 倒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对于很多干部来说 信访办就是一个最没有油水 而且麻烦事最多的部门 任林渡却不这么看 信访办的事情看起来复杂 可实质上呢 信访办的工作 主要是收集诉求 解释诉求 监督诉求落实 以及为市领导 当好参谋助手 最终解决问题 还要靠各业务部门 问题解决得好 信访办公不可没 可是如果问题解决不好 那就是各业务部门 没有做好工作 任林渡在市领导面前 总是不会吃亏的 各位啊 请到信访办的会议室来 好不好 我们有话慢慢说嘛 着什么急嘛 急有用吗 任林渡好言相劝 把上访者 请到了信访办的会议室 侯卫东来到了 沙州宾馆 朱民生开了一间房间 在看文件 等到侯卫东进去 他依然如平常那般 冷连冷面 等一会儿还要开个代表会 你有事赶紧说 朱书记 上次你让我思考 如何管理好南部新区 我反复考虑了南部新区的 管理模式问题 有一点想法 向你汇报一下 如今南部新区 与东城区和西城区的 管理模式一样 这样不利于南部新区的 火车头建设 如果要南部新区成为沙州的 动力强劲的火车头 在政策上 还应该有大的调整啊 朱民生打断了侯卫东 你就直接说要求吧 我想为南部新区 争取一些新的政策 新区就应该是特区 凡是新区的税费 都应该留在新区 用来壮大新区的实力吧 朱民生没有料到 侯卫东会提到这么一个要求 南部新区的税费 占了全市总量的四分之一吧 你这一刀砍走 王市长会有意见啊 朱书记 砍掉四分之一 可这是放水养鱼的正策 而且南部新区如果搞得好 那也是政府工作搞得好啊 两者并不矛盾吧 朱民生的心中暗想 王子弟现在越来越不好控制 既然侯卫东提出这个事情 那就让这个副市长 来夺一夺市长的权利 而且放权给南部新区 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略做思考之后 朱民生说道 你这个想法很有创新啊 但是创新不等于成熟 要让市委市政府 进行如此大的调整 你总得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吧 比如实施 如此新政的目的和意义 直到思想 原则办法 具体步骤等等 总不能说一句话 就让市委调整机构编制吧 侯卫东没有料到 他会如此轻易的 取得朱民生的支持 以前准备好的说辞 忽然用不上 哎呀 感谢朱书记的支持 我会去安排做方案 正要告辞 朱民生突然说 你在成津工作的时候 郭兰是县委组织部长吧 你应该对他有所了解 这个人如何呀 犹如一块烙铁 烧在了自己的屁股上 侯卫东下意识的 就觉得自己到风景区的事情 被人揭穿了 面对南部新区的调整方案 王子弟的脸上阴晴不定 因为他知道 侯卫东个性强硬 如果南部新区财税独立 再加上朱民生暗中支持 南部新区必定成为 水泼不进 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 听众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 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 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点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本飞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的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吧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 第八部 作者 小乔老树 演播 王明军 从风景区回来后 侯卫东的心里 却受到了强烈的煎熬 因为现实是如此无奈 他确实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 与郭兰的关系 正在侯卫东起声告辞的时候 朱民生突然说道 你在澄清工作的时候 郭兰是先为组织部长 你应该对他有所了解 这个人怎么样 就好像一块烙铁烧在自己的屁股上 侯卫东下意识地觉得 是自己到风景区的事情 被人揭穿了 可是电光火石之间 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用镇定的声音回答 郭兰是优秀的组织部长 业务很熟悉 工作能力也很强 他为人怎么样 你和他的关系怎么样 现为组织部长 为人自然很好了 我和他在一个班子 共过事 关系还行吧 是这样 省委的赵总主任 还是个单身汉 郭兰呢 也没有结婚 我看得出来 赵主任对国兰有好感 找个时间 你把国兰约出来吃个饭 我也参加 做成这个媒人啊 既是一桩膳食 这个赵主任成了咱们沙州的女婿 也有利于沙州的发展嘛 朱民生很得意自己的这个想法 冷脸冷面中 还露出了一丝笑容 侯卫东原先还以为是赵东提出来的要求 后来听出了味道 这是朱民生 在拍赵东的马屁 此时他恨不得如鲁提侠一般 拳打朱民生 可是朱民生做媒 虽然有些势力 可并没有错 换个角度来看 还是一桩美事 侯卫东说 赵主任曾经是郭兰的领导 他们本来就熟悉 况且赵主任也是钻石王老五 什么女子追不到 何须我们操心呢 诚人之美嘛 也是一件好事 这个事情交给你了 你要记在心里啊 走出市委书记的办公室 侯卫东的心中充满着愤闷 回到办公室 没有看见燕春平 他发火了 燕春平跑哪去了 他随即反应过来 信访办的座谈还没有结束 在办公室转了几圈 侯卫东的怒火 渐渐的熄灭 男大当婚女大当家 此事是怪不得赵东和朱民生的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接电话的时候 侯卫东已经彻底平静下来了 每个人都会发怒 发怒是人的天性 而稚怒却是人生的修炼 电话里传来了 马友才乐呵呵的声音 卫东市长啊 我是老马呀 听到马友才的声音 侯卫东就想起了 在风景区房顶上 藤蝉树的那金光灿灿的一幕 哎呀 马市长 有什么指示啊 哎 卫东啊 有一个易阳的老乡找到了我 啊 叫李俊 是易阳日报的记者 你可能也认识吧 他找到我呢 是想到南部新区做几块广告 都是易阳出来的干部啊 看看卫东市长 能不能在适当的位置 给他安排一下 马友才在市政府的班子里排名第三 位居常务副市长 杨森林之下 但是他的资历长 平时不苟言笑 说话的分量 有时还要超过杨森林 今天在电话里 态度确实很好 大型的广告牌很值钱 拿到一块好位置的广告牌 等于找到了一只 会下金蛋的鸡 东城区是人口的密集区 广告位置争夺得很厉害 而南部新区 是荒帝一块 还很少有人 想到这边来打广告 侯卫东心中暗想啊 这个马友才还是厉害 他看到了南部新区的发展前景 这肯定是他的主意 不显山不漏水的 提前占领稀缺资源了 由于南部新区还颇为荒凉 这件事情并不太难 侯卫东有意在市政府里寻求盟友 或者说 至少要减少反对的力量 于是就爽快地说道 马市长啊 南部新区正在做总体广告规划 等到规划出来 再让你的那位朋友来找我 小事一桩 一定帮忙 马友才道了一声信 就挂断了电话 在南部新区设广告牌 并不是马友才的主意 而是李俊一直以来的想法 在马友才的心目中 侯卫东是一个不好说话的刺头 他不太愿意找侯卫东办事 从风景区回来之后 李俊再次提出设立广告牌的想法 他才试着给侯卫东打电话 他没有想到 侯卫东如此干脆利落地就答应 这反而让他觉得有点意外 李俊知道事情办成了 很是高兴 晚上 他来到了 郭兰在沙州的家里 两个人是多年的朋友 说话也比较随便 兰兰 我的心可不大 只要把沙州大学的实验楼 或者是办公室的一个工程 交给我就行了 我可是搞摄影的啊 心上水平绝对没问题的 郭兰是沙州大学筹备组的副组长 有一定的发言权 但是没有决定权 我尽量想办法吧 你也知道 我这个副职没有拍板权的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装修成果的实景图 交通大楼 还有沙州中国银行的办公室 你看看 不错吧 你在网上啊 还能搜到我们公司的装修图案呢 李俊一边说 一边打开郭兰的电脑 在搜索栏中 输入了沙州装修四个字 搜索出来的结果 有一个醒目的链接 沙州副市长侯卫东傲慢无礼 面对捐房厂工人的质问 扬长而去 侯卫东这三个字 已经成为郭兰最大的心结了 看到网上的新闻 郭兰也没有顾得上 点开沙州装修 而是直接把这条新闻点开了 李俊对侯卫东也很感兴趣 两双眼睛都盯着屏幕 只是各怀各的心思 这是一个捐房厂工人的帖子 内容就是对副厅级高官的控诉 说这些官老爷听一听纳税人的声音 真的有这么难吗 下面跟了有不少帖子 嘲讽谩骂 一片喊打之声 更有人肉侯卫东的见语 虽然是骂侯卫东 郭兰感觉比妈自己还要难受 李俊是记者出身 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 哎呀 网络时代 这些领导啊 时刻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是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啊 我记得侯卫东以前挺谦虚的 怎么变成这样了 侯卫东以前是政治新兴 现在也要变成官僚了吧 郭兰突然反驳起来 这只是一面之词嘛 就是没有一个人问一问 侯卫东究竟为什么要离开吗 哎 白兰 别人议论侯卫东你激动什么呀 这可不是你的性格呀 莫非你与侯卫东有染 说者无疑 听者有信 郭兰的内心本来就有一根刺 稍有触摸 便心痛不已 他尽量装作平淡地说 你这个人哪 总是想歪 侯卫东和我曾经是同事 看到了他的新闻 我表示一下关心 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李俊与郭兰是多年的朋友 对他很是了解 他原本是开玩笑 这下反而觉得真的好奇 哎 兰兰 你跟侯卫东认识时间很长了吧 在一阳组织部当过同事 又在曾经一起工作过 对了 你们还曾经是邻居 天呐 你们真是好合适的一对啊 哎呀 去你的 别乱说话 郭兰洋装生气 他此时确实也不想说这个话题 别说其他的事了 让我看看你的装修风格 看完了装修风格 李俊忍不住讲了自己的秘密 来来 我又当小三了 最后你猜猜 我跟谁好了 郭兰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你神出鬼没的 谁能猜得出来 李俊有自己的人生观 尽管与郭兰相去甚远 但是郭兰从来不会站在道德的高处吃手画脚 这也是两个人成为好朋友的基础 李俊咬着郭兰的耳根 我要找机会请侯卫东吃饭 他说你来作陪 你就知道我的亲人是谁了 其实你挺熟悉的 我暂时保密 郭兰说道 你知道我的 我从来不配酒 你请侯卫东你请 我不去 李俊一边说 一边拿起电话 给马友台打了过去 马哥 你什么时候约侯卫东一起吃个饭啊 我想尽快把广告位置敲定 免得好位置被别人占了 一块好位置的大型广告牌 只要掌握在手里 等到南部新区真正热起来的时候 那就等于是坐着收钱啊 李俊以前是一阳日报的记者 他知道南部新区广告牌的价值 很看好南部新区的发展潜力 马友台说道 南部新区正在做广告总体规划 侯卫东答应了 留几个位置给你 马哥 这些事情可拖不得 我是个小女人 东西拿到手里才觉得稳当呢 我要找个时间 请侯卫东吃饭 马哥 我求你了 马友台还是拒绝 我会尽快安排的 这个事情 也急不得嘛 马友台正在打电话 他忽然瞧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 义中岭笑吟吟地站在门口 马市长 我来向你汇报工作啊 马友台不冷不热地看着义中岭 坐 义中 马友台的秘书海宁 是从一阳县委办调过来的 自然认识大名鼎鼎的义中岭 泡完茶水 他拿了笔记本坐在了一旁 海宁的行为让马友台挺满意 他扔了一支烟给义中岭 义中岭 做了大老板 日理万机 日进斗金 怎么舍得到我这儿来坐坐呀 哎呀 你马市长又不召见我 我只能自己过来了 今天给马市长汇报工作 顺便谈一谈关于沙州立交桥的想法嘛 义中岭从包里取出了一份文案 放在了马友台的桌前 马市长 这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聘请了全国顶尖的专家呀 绝对在领期 甚至是全国都是超一流的 自从义中岭站在了门口 马友台就知道 麻烦事已经来了 我说义总啊 你做房地产已渐入佳境 咱们又想起修桥来了 严格的说 这可是不同行业呀 哎呀 如今跨行业的公司多得很 只要肯出钱 就能请来专业的人员 我只管大事情 具体的事情啊 由专业人员去办 有了这种操作模式 随便什么行业都可以跨越嘛 马友台原来与义中岭的关系不错 经历了义阳土产公司事变之后 义中岭的疯狂 让马友台感到了害怕 为了自保 他将一百万现金捐到了贫困地区 全捐了以后 他也不愿意与义中岭闹翻 在不违法的情况之下 给了义中岭一些额外的方便 同时开始处心积虑地疏远义中岭 尽量不在私下的场合与义中岭见面 绝对不再收义中岭的任何钱财 这一软一硬的手段起了明显的效果 义中岭的企业不断地做大 悬在马友才头上的利剑 似乎也越来越遥远 马友才客观地说道 这个利剑桥是沙州的第一座利剑桥啊 写入了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 有很多有实力的单位都参加了竞争 我说话不一定起作用啊 马市长 你是分管领导 这件事情啊 你知道就行啊 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马友才仍然玩着太极 看具体情况再说吧 好不好 第一座利剑桥嘛 肯定要上市政府的常务会的 到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侯卫东的办公室与马友才的办公室只隔了两间 当义中岭从马友才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走出办公室的侯卫东 侯市长 你好啊 义中岭看到侯卫东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侯卫东对义中岭一贯的深恶痛绝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微微点了点头 扬长而去 由于皇子弟收了义中岭的钱 所以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马友才在几年前也曾经收过义中岭的钱 所以义中岭是理直气壮地让他办事 侯卫东不同 他与义中岭没有任何的交易 面对着侯卫东的冷脸 义中岭只能尴尬地站在走道上 看着这位年轻的副市长扬长而去 奸商不为官员而为官联 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啊 侯卫东未必是完人 但是在义中岭的面前 他却是一位铁面的官员 侯卫东一边走一边琢磨着 社会上没有马友才与义中岭的小道小鞋啊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至少在一阳期间 他们两人是有这么密切的联系的 在宁岳的办公室 杨柳为侯卫东准备了好茶叶 宁岳眼睛 看见了茶杯里的好茶叶 笑着说 侯市长当年在市委办当过副主任啊 看来还挺有人缘嘛 我们杨柳可是拿最上等的茶叶来招待你的哦 杨柳笑了 侯市长不打牌 不赌钱 又不进色情场所 对于这种优秀男人啊 泡一杯好茶 是应该的吗 再说几位领导下班都没有休息 忙着大家的事情 喝杯好茶 那也是应该的吗 这几年杨柳一直在市委办周旋 眼界大开 越发的落落大方 他没有在宁岳面前 掩饰自己对侯卫东的好感 宁岳双手抱在怀中 对待领导呢 就要像对待男人一样 就算他再好 也得多留个心眼啊 杨柳在宁岳身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早就习惯了宁岳这种一针见血的说好方式 哎呀 其他不论 至少他是一位肯做事的领导吧 嗯 这点我承认 他肯做事 想法不少 点子也层出不穷 是一个能折腾的主啊 等到侯卫东一进门 宁岳就指着茶杯开玩笑 你看看 这可是我们杨柳专门给你准备的好茶啊 一般人是合不上的 看来你在市委班当领导的时候 人员不错嘛 开玩玩笑 宁岳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朱书记给我交代了南部新区体质调整的事 我请你动不过来 一起商量商量如何操作 侯卫东说 关于南部新区的体质调整 其实很简单 就是放权和要钱 没权没钱 南部新区要发展 谈何容易 这事说起来复杂 想通了 也确实很简单 半个小时 就已经基本上 把新体质的细节谈清楚了 宁岳意味深长的说道 按照朱书记的意思 这次调整要彻底 否则没有意义 那怎么才算彻底 南部新区既然要搞成特区 一把手必须要级别高 按照朱书记的意见 南部新区的主任 会由侯市长来兼任他 朱仁以为常务副主任 不知道 你是不是愿意 侯卫东确实没有想过 去南部新区任一把手 朱民生的这个决定 倒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略意四寸 既然朱书记点了价 我也推脱不得呀 尽量把事情做好吧 杨柳坐在一边 宁岳听到侯卫东 基本上没有犹豫 就接出了这个安排 心中暗道 作为副市长 虽然也是执行具体证务的 封管南部新区 和南部新区的主任 可毕竟是两个概念 前者是指手画脚 后者 则要去做具体的事情 侯卫东尽管当了副市长 可还是没有失去当年的锐气 宁岳把翻开的笔记本和上 这个事情要尽快提到市委常委会研究 侯卫东说道 调整体制是件大事 恐怕从酝酿到成为实现 也花不少的时间 宁岳闷嘴一笑 朱书记着急办这个事情 是有道理的 南部新区升级 已经得到省政府的原则同意了 据我了解的情况 国务院恰好要调整部分地区的行政规划 我们应该能赶上这一班船 说不定很快就能搬下来 你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谢谢宁书记对南部新区的支持 希望以后能继续支持啊 我以后肯定还要经常麻烦你的 宁岳知道侯卫东是什么意思 南部新区是沙州发展的火车头 要配备全市最优秀的干部 这一点啊 我充分支持 在调整方案提交市委常委会之前 朱民生派人把方案提前送给了黄子弟 黄子弟研究了调整方案 脸上阴晴不定 隔了很长时间 自言自语说 南部新区这是在搞独立吗 他知道侯卫东的个性强硬 如果南部新区才税独立 再加上朱民生的暗中支持 那么南部新区必定会成为水泼不进 侦察不入的独立王国了 此时的刘坤已经与义中岭 早就成为了换了生死铁的兄弟了 他知道义中岭在南部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 如果真让侯卫东成了南部新区的一把手 义中岭基本上 那就等于被逐出了南部新区 他原本想帮着义中岭说话 可是转念又想 侯卫东不是很牛吗 那就让义中岭跟他斗 义中岭也不是好惹的 有了这个念头 刘坤就起了坐山观虎斗之心 自从得知自己要来出任新南部新区的筹备组组 侯卫东就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与皇子弟发生冲突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相对聪明的办法 听众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 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本飞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的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吧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 第八部 作者 小乔老树 演播 王明军 面对南部新区的调整方案 王子弟的脸上阴晴不定 因为他知道 侯卫东个性强硬 如果南部新区财税独立 再加上朱明生暗中支持 南部新区必定成为水泼不进 针叉不入的独立王国 此时的刘坤 与一中岭早就成了生死兄弟 他知道一中岭在南部新区 有着巨大的利益 如果真的让侯卫东 成了南部新区的一把手 一中岭基本上 就等于是被逐出了南部新区 刘坤原本想帮着一中岭说话 可是转念又一想 觉得侯卫东不是很牛吗 那就让一中岭跟他去斗 因为这个一中岭也不好惹 有了这个念头 刘坤就起了坐山观虎斗之心 上午的时间 送走了第五批来汇报工作的客人 侯卫东叫过燕春平 今天上午还没有什么别的安排啊 但是没有了 但是随时都有人来啊 燕春平刚刚给成津县的春天发了短信 心里依然乐滋滋的 如果不是重要的领导 都拒绝了吧 侯卫东见燕春平脸带春风 冷不定问道 你笑什么呀 遇到什么喜事了 燕春平忍不住说了实话 是春天 晚上他要到沙州来吃饭 侯卫东现在每天都在考虑着国有企业改制 南部新区发展等大事情 很少注意到发生在身边的小事 他看着燕春平的扭腻之色 惊奇地问道 啊 你跟春天好上了 春天一直不肯松口 这几天才答应到我家里去 燕春平原本想请侯卫东帮忙 把春天调到沙州市交通局 可是想到了父亲的交代 就没有向侯卫东提起这个事情 只是耐心地寻找最佳的事迹 此时在侯卫东的眼里 调动春天的这些事情 只能算作是成人之美的小事了 他其实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可是他并没有急于说出来 人总是有弱点的嘛 凡是主动送过去的恩惠 就不算是恩惠了 只有自己努力争取过的事情 才会记忆深刻 好啊 春天是个很有志气的女孩子啊 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我支持 要互相鼓励 共同上进啊 听到侯卫东这么说 燕春平很是兴奋 侯卫东对春天有好感 那么春天的调动 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侯市长您放心吧 我已经报了研究生班了 春天也报了大专班 等到燕春平出门 侯卫东有点暗自好笑 哎呀 我真是当官当酒了 这一张嘴就是关枪了 刚才说人家那两句话呀 让局外人听到 肯定是要发笑的 头脑没有悠闲多久 侯卫东的脑海中 不自觉地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他刚才看到 一钟领 从马有才的房间走出来 这几年 侯卫东一直把一钟领 和黄子弟连在一起 马有才的阴影 在他心目中已经很淡了 可是刚才的情景 让他再次把往事犯了出来 那就是在一阳的时候 马有才就和一钟领 有着密切的关系啊 当初一阳县委书记住言 狠抓一阳土产公司的案子 既是反腐败 也是敲打马有才 侯卫东拍了一下额头 心中暗响啊 哎呀 我考虑问题太不成熟了 也不够周全呢 马有才与一钟领交往密切 那说明他的屁股也不干净 屁股如果不干净 这个人是不可深交的 侯卫东把市政府的诸位领导 一一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真论人品和能力 只有杨森林值得信赖 多年前杨森林从市委办出到一阳当副书记 锋芒毕露 一心一意地想做出大正气 而一阳并不太成功的执政经历 给他补上了最现实的一刻 此时作为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的杨森林 同当年相比老练了许多 也深沉了许多 杨森林既是常务副市长 又是省长朱建国的子职 这才是自己的同盟军 老前辈说过呀 什么叫做政治呢 政治 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弄得少少的嘛 侯卫东在市委这边朋友多 在市政府这边朋友少 他判算着 以后要多亲近 亲近杨森林 正在想着心事 燕春平又转了回来 犹豫地说 侯市长 有人来找 是沙州大学的郭部长 侯卫东心里一惊 他脸色平静地抬手 看了看表 那就请他进来吧 郭兰走进了办公室 仿佛整个办公室都明亮了起来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错 似乎风景区的氧气 就在这交错之间 在屋子里风云激荡 燕春平蹲在了茶几边 茶几上有好几种茶叶 有来自易阳青林山的手炒茶 有铁观音 西湖龙井 以及本省的名茶 可谓品种丰富 他稍作思考 给郭兰泡了侯卫东平常 最喜欢喝的手炒茶 然后将茶杯放在桌子上 他又偷偷地看了一眼侯卫东 只见侯卫东面无表情 就顺手拿起了他批示过的文件 推了出去 侯卫东的眼光 跟随着燕春平的身影 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燕春平继承了他的父亲 燕道里的鬼机灵 可是初当秘书的时候 为人处事分寸感不强 完全没有秘书的样子 经过慢慢地敲打 现在已经渐渐地窥出了门道 能够领悟一些不能说出来的意思了 在侯卫东的注视之下 郭兰脸上的红韵不断地加强着 他低下头又抬了起来 我朝你有攻势 先笑去遇到困难了吗 侯卫东在处理具体事物的时候 经验丰富 他准确地道出了郭兰的来意 郭兰久在组织部门 这是一个专门管理干部的部门 与基层老百姓打交道的时间很少 在成金县的时候 他联系过双合镇 这才具体接触到了基层 不过他依然还是组织部的干部 始终是物理看话 此时的郭兰成为了新校区筹备组的副组长 这才实实在在地 接触到了这些具体的矛盾 郭兰摇了摇头 沙州新校区建在南部新区 将对新区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可这么简单的事实 我却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认识到 水电器建委规划部门 甚至生产队村民小组 还有八十多岁的老人 都可以让学校的工程受阻 对于一项大工程来说 这都是寻常的事嘛 免不了的 郭兰见侯卫东说的轻描淡写 沙州大学民就要招生了 新校区要是修不好 那新来的上万学生住哪儿啊 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啊 段教掌在领席开会 多次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侯卫东没有回答 而是凝视着郭兰的脸 他仔细地看着 郭兰的脸并不完美 脸颊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 鼻尖稍稍翘起 可是这两样缺点配合着眉眼 却有一种别样的韵闻 文静中带着些俏皮 安静中带着些动感 侯卫东忍不住想起了风景区之心 那如醉如痴的两天 郭兰微微低了一下头 你别这样看着我 你谈正事呢 侯卫东没有收回目 你从城津来到大学 还要承担事务性的工作 如果导致到是现在这种情况 你还会申请调到大学里来吗 这不一样 大学尽管有另外的烦恼 可毕竟还是单纯多了 另外我从小在学校长大 喜欢校园的氛围 郭兰说着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 这个茶的味道真好 我记得以前你送给我爸爸喝过 对 这是一扬上清林的手工茶 是小学的铁校长亲自炒的 每年他都会送给我一点 我爸爸也喜欢这个茶 郭兰说到这儿 不禁想起了失去的父亲 不禁暗自身上 侯卫东知道郭兰的心结 好了 人都有这么一天嘛 自然规律 无法改变 咱们活着的人要珍惜生命 好好地活着 自从风景区以后 郭兰的心里也是纠结得很 发完邮件 他更是一阵阵的失落 今天面对着明年扩招学生的压力 他才来到了侯卫东的办公室 一路上 郭兰都在对自己说 我这是因为公事才找他 学校如果完不成 那明年的招生就会遇到了问题 那对学校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我才去找他 其实在郭兰的内心深处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侯卫东 思念有如地下的火山 不断地寻找了突破口 见新校区的事情 成为了极为合适的借口了 侯卫东坐在桌子的对面 他哪里想得到 郭兰在这一低头的刹那 心里会有着千转百回的纠结啊 郭兰啊 刚才提到的问题 虽然是个小问题 可是小问题不解决也是麻烦事啊 你可以将遇到的问题写上报告 送到市政府 然后由我来召集各个们开会 你自行解决 郭兰站起身来 他回头望了侯卫东一眼 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用平静的声音说 那好吧 我马上去准备 我先走了 侯卫东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把郭兰送到了门口 上前一步 手握到了门柄 却没有把门打开 他在郭兰的耳边 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想你 郭兰所有的坚持 都被这一句朴实的话语击碎了 他扬起头来 我也想 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不知道 送走了郭兰 侯卫东在屋里转了几圈 又把燕春平叫到了办公室 你通知高建 于平静 季海洋 下午三点到南部新区办公室 我有事找他们 晚上吃饭 请继续让参加 要调整南部新区的体制 获得更加独立的权利 建委 国土 财政 这几个大局是绕不开的 侯卫东准备事先 与这几个重要部门的一把手谈一谈 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等到成熟以后 就正式提出来 有了朱民生和宁悦的支持 这个事情十有八九会成功的 而黄子低事和感想 那就不得而知了 想到自己的这些手段 侯卫东不禁问自己 在市委书记的受益之下 我以副市长的身份 而绕开了市长 这算不算是位言头上的反骨呢 几天之后 召开了市委常委会 会上同意了南部新区的升格方案 由侯卫东任筹备组组长 朱仁义为筹备组副组长 在筹备期间 侯卫东负责全权处理 南部新区的事情 会后皇子低当着刘坤的面 发了脾气 这个侯卫东 典型的政客 投机者嘛 在一阳的时候 他紧跟着县委书记 在沙州他还紧跟着市委书记 他眼里只有市委书记 在书记面前就是归儿子 然后再借着书记的力量 来横行霸道 刘坤在旁边 肯定是要添油加粗的 哎呀 黄市长 您别生气啊 他就是个白眼狼 只认权不认人 还经常反咬一口呢 当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经常跑到我家里来 找我爸办事 结果呢 我在清临镇选举中 就被他暗算了 他这一路啊 就是踩着 无数人的肩膀 爬上来的 尽管黄子迪非常的不满 可是在朱民生和宁悦的支持下 南部新区还是过渡到了筹备组时期 筹备组时期 与原来相比有两个特点 一是新南部新区由侯卫东担任筹备组组长 朱仁义为筹备组的副组长 实际上就是由侯卫东直接管理南部新区了 二是新南部新区将成立独立的财税体制和建设体制 自我循环自我发展 与东城区和西城区相比 具有极强的独立性 当拿到关于筹备组的正式文件时 侯卫东对于朱民生的观感 又有了一些新变化 以前沙州流行朱素质的说法 如今朱民生执政沙州近两年时间了 他渐渐适应了由部门副职 向大势一把手的转变 没有顾及黄子迪的态度 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思路 并将自己的意图完全贯彻了下去 这一次的调整虽然是侯卫东提出来的 但是调整的程度和路线 却是由朱民生在控制 此时的侯卫东更像是朱民生手上的先锋官 为其功成拔债 为其赢得正绩 筹备组成立以后 朱民生黄子弟一起参加了庆祝仪式 在大会上 朱民生还发了言 南部新区将是杀猪的特区 凡是中央和省里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 凡是不违法的事情 只要南部新区敢于做 我都支持嘛 说到这儿他还扭过头 对着话筒大声地对侯卫东说 侯市长啊 现在关键是你敢不敢开创性地开展工作了 面对着主席台上黑压压的人群 侯卫东只好说 我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开展创造性的工作 请朱书记放心 庆祝大会之后的第三天 侯卫东从领西归来 这才召开了第一次班子会议 在会上 他第一句话就是 我其实不愿意到南部新区当什么筹备组组长啊 以前我是分管领导 下来呢就是检查你们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打你们的板子 出了问题 我承担领导责任 不过现在不同了 南部新区出了问题 这第一板子是打在我的屁股上 这第二板子 才打在朱仁义的屁股上 这完全是降值使用吗 除了朱仁义的内心 稍微复杂了一些 南部新区领导班子成员们 对于新体制的调整 都是欢欣鼓舞的 有了侯卫东的牌子 至少他们办事 要不以前更加方便了 侯卫东的眼光 依次从南部新区班子成员的脸上扫过 停在了一个黑脸汉子的身上 萨主任啊 你负责拆迁 这可是最重的任务啊 你不把地争过来 南部新区就算是政策再好 我们再敢干 那也是无米之炊啊 侯市长啊 有您撑腰 我的腰杆的就硬了 您是知道的啊 我们一线工作人员最怕什么 我们最怕做的事情还被人误解啊 特别是有些领导 动不动就指责我们的工作方法不对头 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们这些下面的干部啊 侯卫东没有让萨超继续发牢骚 我们在一线的同志既要办事情还要把事情办好 既要胆大 还有心细 上级领导的指责也是没有错误的嘛 萨超还想说什么 侯卫东没有给他机会 继续说道 同志们 我在这里把丑话说在前面啊 在座的诸位 只要屁股干净 为了公事 哪怕犯点错误 我都可以为你们兜着 但是只要把钱往你们自己腰包里装 为了私利损害了南部新区的公事 大家不要怪我侯卫东翻脸不认人啊 侯卫东当过副镇长 县委书记秘书 县委办副主任 一言开发区主任 县科委主任 市委书记秘书 市委办副主任 曾经县委书记 市农及水电局局长 年龄不大 可阅历却异常的丰富 他在开发区的众人面前 说起话来笔气十足啊 常务副主任朱仁义 主政南部新区不久 他深感南部新区人事复杂 利益盘根错节 在任职的这段时间 始终小心翼翼的 在班子成员面前说话也很委婉 风格和侯卫东相比 有着明显的不同 侯卫东继续说道 我以前是封管咱们南部新区 现在又成了南部新区筹备组的组长 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我得重新进行调查 所以目前各位的丰功暂时不变 仍然由朱主任签字 听到这个话 朱仁义犹如握住了烫手的火签 哎 侯市长 还是您签吧 您是南部新区的一把手吗 我不能再签字了 这个事得您来啊 签字权 那是单位一把手很重要的权利啊 特别是在市级部门 谁有签字权 谁就是老大 但是对于侯卫东来说 这个签字权反而是个绳索 只能把它牢牢地绑在南部新区的岗位上 他打定了主意 要把签字权交给朱仁义 只需规定朱仁义能签字的最高限额 就出不了什么大事 侯卫东笑了 周主任 我的官衔啊 首先是沙州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 然后才是南部新区筹备组的组长 你呢 是常务副主任 继续签吧 别推了 谈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侯卫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南部新区就是一个大工地 也是资金的一个注入池啊 随着建设的加快 资金将会越来越多 我可不希望明年或者是后年 到看守所去探望你们其中的某位啊 我希望经过一段时间 在更多的更高的领导岗位上 看到大家的身影 这一段话 才是侯卫东今天要交代的重点 为了防止腐败 光靠教育是没有用的 必须要有良好的机制 我在这里抛出一个题目啊 南部新区的所有工程 必须公开透明 土地要招拍挂 建设项目要进行公开的招投票 我在这里申明一句啊 这个事情没有例外 没有特例 是死规定 谁要违规 让他来找我 自从得知自己 要来出任新南部新区筹备组的组长 侯卫东就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与黄子弟发生冲突 按照他得到的信息 义中领凭着黄子弟的关系 拿了杀主很多的好地 他来当南部新区的主任 绝对不会听任此情况反复发生 而拒绝黄子弟最好的方法 就是建立周密而公开的制度 以制度来回绝可能到来的私下交易 这才是最聪明的办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对自己 以及对全体南部新区班子成员的 真正的保护 当侯卫东成了周昌泉秘书以后 沙州农用机械厂厂长朱颜斌 便将已经下岗的侯卫东的岳父张远珍 反聘回厂 借着这条路子 朱颜斌与侯卫东越走越近 听众朋友 小乔朗树创作的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者出版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飞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吧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作者 小乔朗树 自从得知自己要来出任新南部新区的筹备组组长 侯卫东就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与黄子低发生冲突 他清楚拒绝黄子低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周密而公开的制度 从而回绝可能到来的私下交易 开完会已经到了午餐的时间了 南部新区二级班子以上的所有干部一起参加了会餐 侯卫东为人并不死板 来到餐厅 他对朱仁义说 下午还要工作 一桌一瓶酒 不要多喝啊 朱仁义就对跟在身后的办公室主人说道 每桌一瓶 我们另外缴时间再给侯市长接风 南部新区大楼于2001年建成 目前是沙州还算是比较现代的大楼 除了主楼以外 还建有会议中心和招待所 招待所大厅是南部新区的食堂 小厅用来招待客人 这座大楼是高建的杰作 修好了这栋楼 它就被调到了建委任主任了 新大楼和新座椅都留给了接任者 与朱仁义萨超等人碰完酒以后 在朱仁义的陪同之下 侯卫东端着酒杯 与二级班子碰酒 碰酒的时候 他猛然发现了一个熟人 原易阳县新管会研究室主任 易中成 易中成一脸的尴尬 侯市长 你好啊 朱仁义介绍的 这是规划科的易科长 沙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侯卫东 与易阳县开发区的主任侯卫东 自然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 在气度上 侯副市长的包容性更大 他端着酒杯 与易中成碰了酒 中成可是开发区的老同志了 要高标准的做好规划工作啊 南部新区建设的到底好不好 我说了不算 朱主任说了也不算 最终还是由规划水瓶说了算 易中成经历了这些年的起起伏伏 身上原本还有的棱角 也被磨得差不多了 他心里纵有万千想法 在态度上也得服软啊 侯市长 我们规划科一定会高标准 严要求的做好工作 请领导放心 在南部新区看到易中成 侯卫东略略地愣了一下 可是并没有感到吃惊 易中成 易中达 易中岭 都是易家的人物吗 易中成从易阳开发区 调到沙州南部新区 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 如果说以前 这个易中成还是侯卫东的心腹之患的话 如今则根本进不到侯卫东的视线了 吃完了午餐 朱仁易亲自陪着侯卫东 看了给他配置的新办公室 在给侯卫东配置办公室的时候 朱仁易特意给省委组织部杜冰打了电话 询问侯卫东的生活习惯 打这个电话 一来是了解侯卫东的生活习惯 二来是有意与省委组织部的杜冰保持联系 杜冰当前虽然是省委组织部的小人物 可是位置重要 前途不可限量 多些接触 早点接触 百利而无一害 探听清楚以后 他在安排办公室的时候 特意将一个小会议室改装成了办公室 将高建原来的办公室改成了小会议室 家具都是从领夕买来的 装修材料 则是从领夕一个叫曾献刚的老板里买回来的 侯卫东对新办公室没有意见 他站在窗边看着院外 办公室重新装修过 我没有意见 车辆就暂时不用花了 高建原来的座驾是超标准配置 比侯卫东的车还要好 高建调走 小车就留给了朱仁毅 朱仁毅客气了两句 侯卫东开了一句玩笑 哎呀 行了 我用市政府的车 可以为南部新区解约修理费 解约邮费和工资吗 如此说来 朱仁毅也就不好再推脱了 在南部新区走了一圈 谈笑之间 侯卫东将几个现实的问题已经确定了 在办公室睡过午觉 下午他来到了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纪道林的办公室 将南部新区制度建设 与反腐败结合起来 这将是对南部新区最好的保护 也是提前构筑起 对付市长黄子弟的防火墙 纪道林在沙州市委和市政府的班子中 已经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他在沙州许愿任副院长的时候 侯卫东还是大学生 他在沙州市委任纪委书记的时候 侯卫东是易阳县委书记驻研的秘书 正因为如此 侯卫东很尊重这位老前辈 纪道林对南部新区建立公共交易平台的设想很感兴趣 询问了很多细节 问完之后 纪道林说 好啊 善战者无名 真正成功的反腐机制 那是不产生反腐斗士的机制啊 换一种说法呢 那就是好的制度 让坏人没有办法做坏事 而坏的制度呢 让好人也能做坏事啊 侯卫东谦虚地说道 有了技术纪的支持 但是我的胆计就更足了 周昌全当年在沙州的时候啊 就曾经致力于招投标的制度性建设 只是他调走以后 这项制度被各种特殊工程侵蚀 如今已经很难发挥正常的作用 此事令纪道林非常恼火 他知道造成此事的原因 在常委会上也谈过 可是效果不好 今天侯卫东提出 建立南部新区的公共交易平台 纪道林隐约地猜到了他的真实用意 马上表示了同意 省纪委高书记对于制度建设很重视啊 如果交易平台运作得好 我可以请高书记来参观啊 取得了纪道林的支持以后 侯卫东开始着手制定 南部新区交易平台了 这个交易平台有着现成的样本 侯卫东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 结合南部新区的实际略做调整 就制成了正式文本 这个文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凡是进入南部新区的国资 必须进入公共交易平台 提前征得朱民生宁月寄到林彭以后 侯卫东让南部新区 起草了关于建立南部新区 交易平台的请示 这个请示 很快就被提交到了市委常委会 得到了通过 当然了 在常委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的人认为 南部新区完全利用市里的平台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搞一套 而市委书记朱民生 却表示了支持 南部新区是沙州的特区 特区之所以为特 那就是要有新动作吧 纪委书记纪道林 也随即表示了支持 拿到市委常委会纪要 侯卫东也就有了一道 抵御上级领导插手的护身符了 这一招就是典型的杨某 侯卫东实诚于曾经的秘书长红昂 当年周昌泉的手下有三元爱家 黄子低 长于阴某 红昂喜欢搞杨某 侯卫东则是见招拆招 没有太固定的招数 从性格上来说 侯卫东更偏重于红昂 南部新区公共交易平台建立起来以后 第一宗交易就是四大班子办公楼的建设 这项工程拖了好几年 多次争论 历经了数次的反复 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终于在侯卫东出任南部新区主任以后 进入到了实质阶段 四大班子搬迁办公室 起始于周昌泉 却在他的秘书侯卫东的手里得以实现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义中领垂涎此项工程 已经有很多年了 当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他没有料到还要进入招投标的程序 在别墅里 义中领的脸色很不好看 黄市长 这是市政府投入资金建设的工程啊 为什么非要纳入南部新区的交易平台呢 中领啊 以前是市政府全额出资 这次南部新区财政独立了 新工程建设要由南部新区出资百分之五十 因此啊 一定纳入南部新区的公共交易平台进行招投标 这是市委常委会明确的事情 我也很为难啊 黄子弟想起这个事就觉得大师面子 他堂堂的一位市长 却屡屡受制于自己的手下 而且侯卫东十分的狡猾 从精英南部新区开始 就与诸民生穿起了连当裤子 总是拿着上级的文件当令牌 占着道德和制度的制高点 尽管自己是市长 却很难彻底否定侯卫东的做法 黄子弟继续说 目前只能去投标啊 这是市委常委会上定下来的事情 我也没法改变 义中领在黄子弟的身上 那是下了大价钱的 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但是人的贪婪没有止境 他对四大班子办公楼的建设 这块肥肉不肯轻易放手 哎呀汉路不通走水路嘛 侯卫东要公开招标 公开公正公平 那就不能一手遮天 如果真的做到一手遮天 那就做不到公开公正公平了嘛 对于义中领的贪婪 黄子弟是心有准备的 可是他仍然禁不住 斜着眼睛看了义中领一眼 这个四大班子办公楼的建设呀 太显眼了 你何必去火中取栗呢 还不如找几块好的位置 又不太引人注目 就像新月楼那样 闷声发大财嘛 义中领不肯放弃 哎 我是沙州的合法企业 为什么就不能参加四大班子的竞争呢 这也没有道理嘛 黄市长 你是一把手呀 你要监督侯卫东啊 不要让这个侯卫东为所欲为呀 离开了义中领 黄子弟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这个义中领就如一株寂生蓉 紧紧地缠住了自己 让他感受不到做市长的快乐 他如今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与义中领搅到了一起 坐上车以后 黄子弟看着刘坤的后脑勺 心中暗想 等我弄满了一千万 就出国 一走了之 一了百了了 再也不受这种窝囊情 黄子弟取下眼镜 用绒布细细地擦着 这两年 一走了之的念头 在他心中越来越强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要说服他老婆 黄子弟的夫人在沙桌过得很滋润 一提起出国 总是以不会说洋话为借口拒绝 而此时黄子弟下定决心 一定要劝说老婆和儿子 提前离开领期 他一个人在国内 有什么风吹草动 单身一个人出去 总是方便得多 很快 南部新区公共交易平台 将四大班子办公楼建设项目的信息 在媒体上正式披露 按照南部新区交易平台的规则 在二十天以后 将从专家库里抽出专家来评标 专家库是包括领西 铁州在内的相关领域的专家 并非仅限一地 侯卫东高度重视此次招标 在开标之前 将南部新区建设领域的所有干部 带到了领西省的监狱 请关押在里面的原干部领导们 讲一讲自身的沉痛教训 一中城是规划科的科长 也在参观学习之列 他听着光头前领导的字述 又用眼睛看着一脸严肃的侯卫东 心中不禁秃秃的乱跳 而坐在另一旁边的交易平台主任 不时的用目光看着一中城 侯卫东的思路是用制度来保证所有的工程质量 用制度来斩断身向南部新区的黑手 因此他首先要以身作则 尽管高度重视招投标的第一个大项目 却不准备参加具体的招投标活动 在开标当天 沙州市级媒体 领西省级媒体 齐具南部新区的交易平台 这是由侯卫东发出的邀请 媒体们长枪短炮立于现场 连来自领西的专家也感到了诧异 开标的时候 侯卫东没有留在南部新区的办公室 甚至没有留在市政府的办公室 他带着燕春平一行员 前往沙州通用机械厂调研 沙州通用机械厂厂长朱颜冰 听说侯卫东要来调研 大戏过旺 带着全厂领导班子 聚于厂门口迎接 朱颜冰所在工厂 原来是沙州通用机械厂 后来生产沙州牌农用车 当时领西以及周边的市场 大部分的农用车都是三个轮子 朱颜冰特意引进了四个轮子的农用车 起点还是不错的 这几年下来 农用车产量排在了全国八十多名 也就是半死不活地拖着 这一次 沙州通用机械厂被列为改革企业的行列 对于这个厂和朱颜冰来说 这是一次盼望了多年的机会 走进办公室 侯卫东对厂领导班子们说 我对沙州通用机械厂是有感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啊 就在这个厂里工作了一辈子了 张远征当年在辅助车间 后来下岗了 当侯卫东成了周昌权的秘书以后 朱颜冰就把张远征反聘回厂 凭借着这条路子 朱颜冰与侯卫东越走越近 此时 听到侯卫东主动提起了这条关系 几个厂领导还都松了一口气 无不佩服朱颜冰厂长的目光长远啊 朱颜冰清了一下喉咙 开始向侯市长做汇报了 侯市长 这几年我们沙洲农用车坐下来啊 企业的年利润已经过了百万 在业内也算是站住脚了吧 但是国内市场竞争很激烈 如果我们不能做大做强 最终是一条死路啊 同用机械厂要想活下去 就得找靠山 要找国内知名的汽车厂家搞连营啊 朱颜冰一口普通话 说起来一扬顿挫的 比音调偏高的沙洲话顺耳得多 侯卫东插话说道 这个思路我是支持的 只不过哪个汽车厂愿意同沙洲农用车厂联营呢 这才是个关键啊 打个比方吧 咱们沙洲农用汽车厂 就是一阳清临镇的傻小子 而国内著名的汽车厂呢 都是附加千金啊 人家附加千金凭什么嫁给傻小子呢 你这个傻小子总得有点优点吧 啊 朱厂长 你就说说 你这个傻小子的优点是什么呀 这句话稍稍有些幽默 引得厂领导们全都笑了起来 朱延宾一时也想不出 沙洲农用车厂的优势在哪里 侯卫东为了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 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 也不算外行的 他继续说道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啊 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 没有资本的联合和流动 谁也管不了谁啊 谁也就制约不了谁 说白了 就是共同做这块业务 现在流行一句话呀 叫做十个联营九个空 还有一个不成功啊 朱延宾听侯卫东说话并不外行 颇为惊喜 我向侯市长报告 目前工作的进展是 呃 现在沙洲农用车厂 已经与领西汽车厂有了联营的意向 嗯 这算是个好消息啊 正说到这儿 侯卫东接到了副主任朱仁义打来的电话 朱仁义告诉侯卫东 已经开标了 目前是不高的远景开发公司 得分第一 侯卫东平淡地吩咐着 按程序进行公事 不是一中领中标 侯卫东心里就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游戏规则是他制定的 他打定主意 不过问具体的事务 换个说法 就算是真正一中领中标了 他也会承认这个结果 承认结果 就是承认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 在侯卫东接话的时候 朱颜冰等人都看着他 没有人说话 侯卫东打完电话 把电话放在桌子上 朱厂长 领西汽车厂的意向如何呀 朱颜冰只有苦笑了 我们为了联营啊 找过一气 人家一气根本就没意向 后来我们又找过二气 二气和一气的态度差不多 侯卫东笑 当然了 一气二气呢 是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龙头老大呀 人家都盯准了世界一流的车商啊 如果换作是我啊 我也不会跟沙州农用车厂啰嗦的 朱颜冰跟着笑了几声 后来呢我们就跟领西汽车厂进行了联系啊 他们倒是有兴趣 领西汽车厂呢 是咱们国家二流的汽车厂 拼不过大佬们 就想扩展农村市场 对我们的合作意图啊 还有些兴趣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合作 呃 朱颜冰说到这儿 欲言又止 侯卫东说道 我看你们是有所准备的吗 到底有什么想法 痛痛快快的说吗 朱颜冰给张远征陈庆荣送过钱 心里有底气 此时见到侯卫东的目光里 又透着一丝亲切 更为放心了 侯市长啊 你沙州农用车厂的现状 不走联营的道路 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我认为以前铁州与领车的联营之所以失败 那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啊 刚才你已经一斤见血的说啊 没有资本的联合和流动 谁也管不了谁 谁也就制约不了谁嘛 那么以杀猪农用车厂的现状 凭什么要跟领车联营呢 在涉及了核心问题的时候 那就来不得半点虚假了 侯卫东没有放过这个问题 对于朱颜冰来说 要说出今天的话 那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他再次用慎重的目光 看了看自己的几个助手 这才下定了决心 侯市长 经过我们班子全体的反复研究 从企业前途考虑 采取资产重组的方式 企业全部资产并入领兮汽车厂 这既是我们与领兮汽车厂合并的诚意 也是我们把企业做大的决心啊 对于沙州农用车来说 不管是国资还是私营 都无法改变目前的弱小格局 只有与大厂联合 才能活下来 你说的全部并入 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们成为领兮汽车厂的一部分 那就是说领兮汽车厂 百减一个还算是有利润的企业 对 在税收上 市政府可以提条件吗 朱颜兮已经算计清楚了 此时侯卫东问一句 他就毫不犹豫地答一句 侯卫东没有马上答复 通过岳父母的这个渠道 他对沙州农用车厂还算是比较了解 也对朱颜兮有着较好的印象 只是今天的提议 确实超出了侯卫东的预想 在侯卫东的引荐下 朱颜兮终于直接见到了省长周昌泉 并且向省长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听懂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飞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的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吧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作者小小老树 演播王明军 当侯卫东成了周昌泉秘书以后 沙州农用机械厂厂厂长朱颜兵 便将已经下岗的侯卫东的岳父张远征 反聘回厂 借着这条路子 朱颜兵与侯卫东越走越近 通过岳父母这个渠道 侯卫东对沙州农用车厂还是比较了解的 也对厂长朱颜兵有着较好的印象 只是今天朱颜兵的提议确实超出了自己的预想 侯卫东说 你们既然提出了这个方案 就应该做过认真的研究 我没有看到完整的方案 无法当场答复你们 我只讲两点啊 你是对你们这种勇于探索 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 给予表扬 第二呢 是你们的方案拿出来以后 如果有操作性 我会提交到市政府常务会的 搞完调研 侯卫东婉拒了朱颜兵吃饭的邀请 回到了市政府 当燕春平下车的时候 恰好见到了黄子弟的小车进入了院子 侯卫东不愿意在此时与黄子弟碰面 也就没有下车 有意地拿出了手机 假装看起里面的信息来 燕春平站在车门口等着侯卫东 他当上秘书以来进步很快 父亲艳道里传给他的基因 渐渐起了作用 他的脑袋里也开始装着各种各样的念头 虽然还欠一些历练 却对侯卫东隐晦的心思 有了几分了解 他站在车前 正好看到刘坤在走进大门的时候 朝这边回望了几眼 燕春平带着微笑 与刘坤远远地对视着 直到黄子弟和刘坤的身影 进入大楼之中 秘书也是分等级的 刘坤是政府办的副主任 是黄子弟的秘书 所以他是一等一的大秘书 燕春平没有在政府办任职 但是侯卫东却是最年轻的 在沙州市政府班的成员中 也最能折腾 其前途不可限量 而且有渡兵的先例 所以大家也都把燕春平 当成了潜力骨 侯卫东估计黄子弟已经上了楼 这才从车里出来 正在上楼 见到政协主席布海云 政协有单独的办公室 除了开会或者是吃饭 侯卫东很少在办公场所 见到布海云 两个人握手以后 布海云不胜唏嘘地说道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最先认识小家的时候 你们还没有结婚 卫东啊 还在一阳工作 如今一晃就是十年了 卫东不错 最后一句 卫东不错来得很突然 却是意味深长 到了政府领导的办公室 侯卫东目光示意着布海云 布海云 到办公室去坐一坐 布海云摆了摆手 我有事情找子弟市长 等会儿过来 在周昌全时代 黄子弟是市委常委秘书长 布海云从建委主任 一直当到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他们两个人 与红王一起 算得上是周昌全 在常委会里的铁杆了 此时周昌全离开了沙州 这三个曾经是一个站豪的同事 很快就走进了各自的站豪 在办公室看了一会儿文件 布海云出现在了门口 侯卫东不敢怠慢 他起来赶紧把布海云 迎到了屋角的沙发 布主席啊 你可是第一次到我的办公室啊 对年轻人关心不够啊 布海云仰头豪爽的大笑 哎呀 按照沙州的话来说呀 我来是关心 不来是放心嘛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 布海云说道 伪东啊 你不愧是昌全书记的一博弟子啊 你在南部新区搞的交易平台 是一个值得在全市 甚至是全省推广的好做法呀 政协这边啊 准备组织委员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准备把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分析 在适当的时候啊 报到省委和省政协去 侯卫东连忙说道 哎呀 实在是不敢当啊 南部新区交易平台刚刚起步 还正在探索阶段 很不成熟啊 侯卫东一边谦虚着 脑子里迅速的想着 布高的远景公司 如今已经搬到了领夕市 这是以退为进 又可退可进的做法 只是处于布海云的角度 他始终摆脱不了 以权谋死的嫌疑 而且布高的实力很强 已经度过了草莽期 当然希望交易平台 越正规越好 这大概是他赞成 搞交易平台的原因之一吧 布海云的脸上有一丝忧色 南部新区交易平台的第一阶段 被布高夺得了 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啊 卫东你最清楚啊 可还是有人 把我和你一起举报到中央 举报到城里去了 说我们勾结起来 操纵了交易平台 哎呀 这才是天大的冤枉啊 布海云和侯卫东的关系不错 这在沙州官场不是个秘密 有这种说法倒也很正常 这十年来 侯卫东一路走过 也算经历了风风雨雨 听到布海云的说法 也不吃惊 嗨 我这个南部新区筹备组组长啊 只管筹备 最多管管宏观 把制度和框架制定出来 把握好大方向 具体的细节 我绝不参加的 这次布高中标啊 完全是人家的本事嘛 也符合游戏规则 与我何干呢 与布主席更没有关系了 嗨 这事啊 那就是一坨烂泥 掉进了裤裆 这不是死也是死了 吴东啊 我到了这把年纪 这政协主席的位置 好多人盯着啊 我也不想干了 布海云这句话 倒有了八成的真实的意味 侯卫东抬头看着 布海云头上的花白头发 只是摇了摇头 没有对此事做出评价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布海云告辞了 侯卫东把布海云送到门口 布海云紧握着 侯卫东的手 卫东啊 你要防小人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侯卫东紧紧地握了握 布海云的手 神正不怕影子鞋嘛 笑骂游人 我只把我自己的事情 做好就行了 谢谢了 布主席 其实这也是侯卫东的心里话 侯卫东坐回到办公桌 就把布海云潭的事情搁到了一边 拿起了沙州农用车厂的调研笔记 一分钱不要 白送一个企业 这种事情早就有人做过 也就不存在理论的问题 如今的关键是 侯卫东是副市长 他无法对重大决策拍板 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就得多费脑筋 多走弯路 更为关键的是 如果一把手坚决反对 那作为副手 纵有孙悟空的本领 那也只能是望洋心叹了 侯卫东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 脑子不由得从沙州农用车厂 转移到了市捐防厂 黄子弟不同意将 捐防厂纳入第一批改制范围 他纵然搞再多的调研 有再好的方案 也是无能为力的 侯卫东知道 捐防厂是个火山口 随时是有可能爆发的 如果真的出了事 作为分管副市长 他难辞其咎 他想了一会儿 就给新访办打了个电话 我是侯卫东啊 请任林渡接电话 很快就传来了 任林渡气喘吁吁的声音 侯卫东啊 我是任林渡 你有什么指示 林渡啊 你上次给了我 关于捐防厂的一个上访件 我看了一遍 觉得内容有点乱 你能不能帮着整理一下 形成一个报告 侯卫东说到这里 又觉得口气有些声音 又补了一句 林渡啊 辛苦你啊 任林渡对此早有准备 侯卫东 您别客气 我专门把捐防厂的信访件 归入卷宗 相应的报告也基本完成 马上给您送过来 一声侯市长 似乎将两个人的距离 一下子拉得很远了 侯卫东猛然之间有一些失神 他心里明白 他和任林渡 再也回不到当年 一同酒醉的时光啊 看把信访办送来的卷宗 侯卫东沉思了两久 他接任副市长的时候 沙州市国属企业 已经面临了不少矛盾 最为突出的就是捐防厂 捐防厂是典型的市属企业 建厂时间长 工人众多徘徊在亏损的边缘 捐防厂和那些完全资不抵债的企业不同 完全资不抵债 倒可以下定决心进行官平定转了 可捐防厂呢 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如果贸然形势捅了马蜂窝 谁动手 谁就要承担主要责任的 此时的市政府常务会议 没有把捐防厂纳入第一批改革的企业 侯卫东完全可以将捐防厂暂时放在一边 可是这段时间 捐防厂的效益直线下滑 关于捐防厂领导 与义中领合伙精通国家资产的告状信 也越来越多 如今 这个捐防厂确实像一个火药桶了 下午 侯卫东把捐防厂党委书记蒋西东 叫到了办公室 侯卫东还是按照老习惯 首先扔了一支酱给蒋西东 这段时间 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怎么样 蒋西东一脸黑气 走进办公室也没有笑意 闷着头不说话 抽了两口 他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 侯市长 这样搞下去 捐防厂迟早要败家呀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将一个大厂的命运 交给一个根本没有从事过纺织行业销售的企业 企业一直在扩大自主经营权 要求政府不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 我记得当年 你就提过这个事啊 蒋西东被堵了一下 这不是经营啊 这是犯罪 我作为捐防厂的党组书记 有权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 从内心的深处来讲 侯卫东在捐防厂的问题上 没有任何的私信 他也就不怕蒋西东把事情闹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事情闹大以后引起上级的重视 也许还会更好地解决 但是对于蒋西东这种赌气的态度 侯卫东还是严肃地批评道 蒋书记 作为党委书记 你是捐防厂的领导成员之一 难道捐防厂出现这种情况 你就没有责任吗 作为党员 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 是你的权利 但是解决捐防厂的问题 更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蒋西东今天的态度 也是故意为之 他是用发泄的语句来观察侯卫东的态度 之后 蒋西东开始正式汇报了 侯市长 我认为捐防厂存在着五大问题 第一就是销售上的问题 第二 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两个人就这样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在结束谈话的时候 蒋西东说出了心里话 侯市长啊 捐防厂没有纳入第一批改制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啊 我认为只有改制 才能救货捐防厂 否则必然会走进死胡同 在完全竞争领域 国家支持国退民进 再不改制 捐防厂就完了 侯卫东所掌握的材料 使向波和义中领狼狈为奸 不过这个蒋西东也不是善茬 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论选择的话 侯卫东还是愿意让蒋西东来收拾捐防厂的局面 蒋西东经营了捐防厂十几年了 虽然不能说可以完全代表捐防厂职工 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的中层干部 而向波呢 除了能够代表一中领 谁都代表不了 侯卫东作为一个理智的官员 他心目中的第一个词汇就是稳定 第二个词汇是发展 稳定与发展密不可分 把握分寸和尺度 那就要看领导者掌控全局的能力了 侯卫东把蒋西东送到了门口 一边握手一边说 蒋叔叔 作为党委书记 你对捐防厂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 除了事情 向波要负责任 你同样也要负责任呢 侯市长 今天谈的这个事情 我更多的是出于对捐防厂的爱护 很好 市政府对捐防厂也给予了厚望 希望你和向波精神团结 把捐防厂的事情办好吗 此时 蒋西东与向波的矛盾 已经公开化 除了扬摆 蒋西东的六员干将 以及六员干将手下的科长组长们 纷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 致使捐防厂的生产经营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向波的每一项政令 蒋西东都暗地里反对 两个人的斗争 已经如火如荼 从侯卫东办公室出来 回到厂里以后 蒋西东按照原定的计划 带着四十三名干部 以及两百多名普通的群众签名 直奔领西省 在省委办公厅 蒋西东黑脸通红 赵部长啊 我知道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找你啊 有违组织纪律 也让你为难 可是这事关我们捐防厂六千员工的生死存亡啊 请您无论如何 转交给前书记 赵东在沙州当市委组织部长的时候 与蒋西东的关系挺不错的 当赵东灰溜溜的离开沙州 蒋西东一直跟随其左右 在随后的时间里 两个人一直都有交往 赵东出任钱国亮的秘书 半君如半虎 伴着风江大吏 也如同伴郎啊 为了彻底稳固自己的地位 他必须要按照钱国亮的要求 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尽管他懂蒋西东私交很好 却不能坏了钱国亮的规矩 他沉默了一会儿 哎呀 钱书记最讲规则 这事啊 还是要通过沙州市委市政府 向省力发应啊 哎呀 赵部长 那就先不管什么渠道 你先过目嘛 蒋西东取出了厚厚的一封信 郑重的用双手递交给了赵东 这是一封平淡无奇的信 可后面两百四十三个签名 却是红彤彤的一片 都是写字 看了写字 赵东的脸色变了 他在沙州认市委组织部长的时候 敢为农民负担众民不平 身上是有着一丝古代的狭义之情的 但是前一次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 如今的位置让他更是小心翼翼 看了三遍写书 赵东依然没有改口 这个事情最终还是要给沙州啊 沙州的几位领导同志什么态度啊 蒋西东摇了摇牙 直接在赵东面前刺刀剑了红 赵部长 我跟您说实话 市委朱书记对企业工作不熟悉 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 市长黄子弟呢心术不正 他把相波弄上来当厂长 又让义中岭暗地与相波捆绑销售 分管的副市长侯卫东倒是个内行 也肯坐视 可是他说话不算数啊 赵东对于朱民生没有好印象 反倒是对市长黄子弟的印象挺好 他没有在蒋西东的面前表露出任何感情 哎呀老蒋啊 不要这么说领导嘛 哪怕私下说也不合适 全房厂的事情最终还是要依靠沙州市委市政府 这一点你一定得明白嘛 蒋西东说道 省里面应该出面了 我的赵部长毕竟涉及六千人 如果真的闹起来 那就是个天大的事啊 赵东沉吟着 老蒋 这个事交到我的手里 真的是不妥当 如果有另外的渠道 我就好办了嘛 这句话是提示 也大有深意 他就看蒋西东能不能领悟了 蒋西东离开以后 赵东的心情不太好 他觉得欠了是捐房厂一笔账 可是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吗 屁股决定着脑袋 在他这个岗位上 只能如此处理 蒋西东离开了省委 脸色阴沉 比煤炭还黑 他坐在小车上 闷头吸烟 一连吸了两只 他细细地回想着赵东最后的那句话 猛然之间 他想起了赵东说过的 另外的渠道 他拿出了手机 咬着牙 给杨白打了电话 我今天与赵东见了面 如今要多管齐下 有理有节 弄出点声势 这样 你以厂党委的名义 给省委写封信 给省委组织部 省纪委 省政府都写信 给省级的相关部门 也写一封 挂断电话 蒋西东拿着信 转身直奔顶西机场 在蒋西东离开省委 给杨白打电话的时候 侯卫东带着朱延宾厂长 来到了省政府 在楚修红的办公室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周昌全回到办公室 侯卫东赶紧和朱延宾迎了上去 稍作寒暄 周昌全戴上了眼镜 坐在沙发上 你们两个先等一等 我看一份材料 朱延宾 朱延宾把腰板挺直 一动不动 侯卫东观察着 看报告的朱昌全 周昌全已经五十来岁了 岁月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最明显的 是头发已经斑白一片 额头上 留着深深的穿紫纹 他专心致志的看着报告 不时的还皱一皱眉毛 看完报告 周昌全取下了眼镜 揉了揉太阳穴 嗯 思路还是可以的 侯卫东做的比之 沙农如果不尽快找到婆家 只怕再打几个大浪 就该散家了 周昌全又询问了朱延宾 一些具体的问题 朱延宾对这位 曾经在沙周一言九鼎的 市委书记 很是敬畏 平时说普通话 自证强远的 可是今天 有点结结巴巴 周昌全在沙周执政时间很长 对沙农厂的情况 了然于胸 我没有反对意见 有三点你们要注意 第一 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沙农和领车都是领悉的企业 合并起来 手续不是太复杂 第二 税收要留在沙周 第三 工人的情绪 要安抚好 朱延宾是一门心思 想合并到领溪汽车厂的 事情眼看着就要成功 此时他的心里 却涌起了难言的滋味 无意之中 侯伟东知道了 黄子迪的一个秘密 尽管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证据 却预示了一种可能 算是一夜之秋了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吧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伟东观传笔记 第八部 作者 小乔老术 演播 王敏军 在侯伟东的引荐下 朱延宾终于直接见到了省长周昌泉 并且向省长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朱延宾是一门心思合并到领溪汽车厂的 眼看着事情就要成功了 此时他的心里 却涌起了难言的滋味 正在愣神之际 周昌泉说道 周昌泉啊 你到赵秘书的办公室等一会儿 朱延宾赶紧提着包 弯腰向周昌泉微微拘了个躬 恭敬地离开了办公室 关了门 周昌泉打亮了侯伟东一眼 停顿了几秒才说 布高在沙州做生意 他的老子在当政协主席 这个事情反应很大呀 我听说四大班的办公楼 是布高的公司中的标 你跟我说实话 这中间有没有猫腻啊 当布高中标的时候 侯伟东就料到了 周昌泉会有如此一问 他挺直了胸膛 老领导 从我个人的想法来看 我不愿意兼任什么南部新区 筹备做组长 可是市委常委会定下来以后 我只能服从啊 但是我是只管宏观 不管具体的 只管规定规则 不管具体的操作 南部新区交易平台的规则 是我确定的 但是具体的招投标 我绝不过问的 我听说南部新区水泼不进 针扎不入 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啊 魏东啊 你有锐气 肯做事 有主张 这都是好事啊 可子弟呢 毕竟是市长 他这个人虽然有些年糊 大姐还是不错的 你和他呢 也算是老同事了 应该与他合作得很好嘛 南部新区的事情 是不能绕开市政府的 否则 你要犯错误啊 周昌泉对秘书长黄子弟 或者对副书记黄子弟 是有着较深的认识的 可是对市长黄子弟则了解不够 并且他一直认为 侯卫东锋芒毕落 前几天听到黄子弟的诉苦以后 他批评了黄子弟 现在又来劝导侯卫东 各打五十大班 侯卫东明白周昌泉的意思 暗自苦笑 老领导你放心吧 我一定执行您的指示 有则改职 无则加冕 这是周昌泉经常说的话 因此侯卫东 没有为自己辩护 在周昌泉的观念 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 辩解往往就意味着 不接受老领导的意见 回到沙周后不久 沙农场的具体改制方案 提交到了市委常委会 对于农用车厂的改制 常委们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一个效益越来越糟糕的农用车厂 在全国汽车行业 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之下 如果没有外力改造 那谁也没有能力 让他起死回生 侯卫东提出方案以后 大家都谈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纪道林此时 手里已经收到了好几封 关于侯卫东借企业改制之机 收受贿赂的信件 作为市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借着开会之际 由一项列席会议的侯卫东提一个信 纪道林说道 小平同志说过 我们现在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只要一心未攻 就算是犯了错也能够理解 毕竟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嘛 我们应该允许犯错误 但是绝对不能让任何干部 借着改制之名 惊吞国家资产 所谓这一点 封管的副市长 卫东同志 要严格把握呀 侯卫东是何等机敏之人 文贤歌儿之雅意 他是列席常务会 并不发言 心中安详 听纪书记的口气 难道他听到什么说法 转念又想 我推进改革 纯粹是职责所在 又没有从里面捞一分钱 他根本没有想从企业改制中捞钱 所以心底无私天地宽 并没有太在意 散会以后 朱延冰厂长已经等在了燕春平的办公室 现在侯卫东连忙迎了出来 侯市长 方案通过了吗 侯卫东平淡地说道 原则上通过了 朱延冰下意识地挖了一下 又 侯市长 那几时再到领溪汽车厂啊 侯卫东看了看表 这个事情要快啊 这样 我跟省纪委的卢主任联系 如果他有时间 我们马上就出发 侯卫东与卢主任很快就取得了联系 卢主任又与领溪汽车厂通了电话 约定在省政府会议室座谈 车行之在高速路上 朱延冰盘算着 看来我给张远征的松礼起了效果呀 否则侯卫东不会这么进行心理吧 说不定常委会通过以后 还得等上个十天半个月 这事办成以后 还要给张远征再送点钱 当了十多年的厂长 送钱办事 已经成了他脑子中的固有模式 有的时候没有送钱把事情办成了 他反而会忐忑不安 把钱送出去 把事情办成了 他才会觉得特别的踏实 朱延冰认识的政府官员不少 从没有人听说过 侯卫东在金钱方面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他怕直接给侯卫东送钱 会起到反效果 因此就借着 陈庆荣和张远征的道路 走了一条曲线 此时 他为自己的聪明 有些小得意 在省政府会议室 侯卫东与领溪汽车厂的人 第一次见了面 双方开出的条件 都经过反复考虑 相差不太远 尽管第一次见面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互相的感觉还行 中午大家一起用完餐 便纷纷告辞了 朱延冰似乎面有忧色 将侯卫东送到车门的时候 问道 侯卫东啊 我看这领溪汽车厂的几个老总 说话还有一些含糊啊 朱厂长 闲货才是买货人嘛 领车几位老总 问了南部新区好些问题啊 这说明他们已经经过了暗中调查 朱厂长 你是关心则乱啊 哎呀呀呀呀 你看看我 侯市长 你是异语惊情梦中人啊 是我急躁了 哪里 这是双赢的事情 在没有正式签协议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你继续跟进 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侯卫东对于肯做事情的人 一向甚为宽厚 他一直喜欢 易阳县清零镇洪霸村的艳道理 就是因为艳道理虽然小气 而且难缠 但是最大的优点 是肯为村民做事 能做实事 那就算是好干部了 小车行之到岭西街道上 经过了李京所住的小区 侯卫东的脑海中 不由得闪出了李京的形象 这些年来 李京已经远离了他的生活 李京的独立 从容和潇洒 给侯卫东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此时李京坐在花园里 正在晒太阳 阳光照在他的身上 让他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青纱 轻柔的月声穿过窗户 在花园中飞跃着 如此安宁而又幸福的生活 让他深深的沉醉 当年刚出社会的时候 他经历了太多的阴暗面 对男人也留下了阴影 正是由于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 尽管现在的生活仍然残缺 可是他很满意了 实全实美的生活 只能是一个传说 生活中有着各种不容易 也许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李京的心中忽然出现了 侯卫东的影子 他拿起手机打了过去 你还好吗 侯卫东刚刚想起李京 这下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这让侯卫东觉得很神奇 哎呀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我刚刚坐车 经过你在灵溪的家门口 就接到了你的电话呀 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啊 这是心有灵溪一点通 侯卫东没有过多的纠结在感情问题上 哎呀 现在难得通个电话 有什么事吗 没事 金工集团啊 刚刚在冒云的大山里买了煤矿 我想起你在清理基金会时候的建议 所以打个电话 你现在买也不晚啊 那是九八年吧 那个时候买啊 我没有接受 时间证明你是对的 我要是早几年买 会节约两千多万的 说到这儿 李京突然想起了一个事情 哎 前天我在香港机场 看到了黄子弟的夫人和女儿啊 啊 香港是购物天堂嘛 现在沙州的很多人啊 都到那去旅游购物啊 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 看他们的样子 不像是购物的 好像是转机到国外去的 啊 那估计是旅游吧 两个人又聊了近一个小时 这才挂了线 作为副厅级的干部 在得到地位和权利的同时 必须舍弃很多 比如欲望 比如自由 如果不能舍弃 或者说贪欲更多 往往就意味着违法 甚至是犯罪 李京签到香港以后 侯卫东对于此事的担心 自然也就消解了 远远地打一打电话 心情倒很放松 上了高速路 燕春平通过镜子 悄悄地观察到侯卫东的脸色 问道 侯市长 听听音乐 啊 燕春平随手就拿起了四兄弟的光点 音乐响起了 车内充满了 雌性的英语歌声 旋律动人 快到沙州的时候 侯卫东忽然想起了 李京在电话里说的声 王子弟的爱人和女儿要出国 这里又还是移民的 现在都流行裸关了 也就是领导的家人 全部移居海外 只留下领导本人在国内工作 难道王子弟也要落关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意味着什么 侯卫东的鼻子如猎犬一般 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问题 回到沙州 侯卫东直奔新月楼 到了晚餐时间 侯卫东和小家来到了大哥大嫂家里 大嫂蒋校在出路径管理处工作 恰好方便查询此事 吃完晚饭 小家和蒋校在客厅里逗孩子 侯卫东则把大哥叫到了卧室 大哥 有件事情你悄悄地帮我查一查 千万不要声张啊 大哥侯卫国 此时已经担任了刑警支队支队长的职务 天天泡在案子上 眼睛里总是挂着血丝 你说 我想知道一下 王子弟的老婆和女儿 是否移民了 听说是调查沙州的现任市长 侯卫国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凌厉起来 老三 你办事要慎重啊 王子弟可是现任市长 他的事情怎么能乱查 会查出乱子的 所以嘛 所以请你来办嘛 顺便看一眼 了解一下情况 其实大哥侯卫国 对自己的这个弟弟向来很佩服 他也知道弟弟胆子大 他瞪着眼睛看着侯卫东 两兄弟对视了一会儿 侯卫国点了点头 小三 这个事情可以查出来 不过大哥要告诫你一句 千万不要做搬起石头 砸自己脚的傻事啊 侯卫国是沙州公安局的骨干 夫人蒋校又在出入境管理处工作 他们想悄悄地查一个人 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很快相关的情况就传给了侯卫东 看罢基本情况 侯卫东得出了一个结论 黄子弟在区县移民 黄子弟夫人和女儿在两年前就把户口由沙州办到了领西 在今年七月正式移民到了加拿大 他们是从领西办的移民 黄子弟在沙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可在领西却只是一个普通人 移民办理的不声不响 为什么要移民 为什么要从领西移民 如果这样 黄子弟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裸官的 侯卫东与黄子弟最初的关系 其实十分友善 两个人最初的矛盾来自于成津公路的建设 当时黄子弟已经是手握实权的侍卫附书记 原本以为凭着他与侯卫东的关系 给一中灵打个招呼是小事一桩 可他没有料到被侯卫东拒绝了 隔阂产生以后 两个人渐行渐远 这几年 侯卫东如根深的黄角树 一边顽强的向下扎根 一边展开树叶 神奇的成了沙洲市的副市长 在新一届政府班子中 两个人有着诸多的不和 侯卫东兼任南部新区筹备组组组长以后 制定了不少的规矩 这让黄子弟对他深恶痛绝 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爆发 恐怕是迟早的事情 此时侯卫东得知了黄子弟的隐秘 尽管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证据 可是却预知着一种可能 算得上是一夜之秋了 十一月中旬 黄子弟出差回来 市政府这边积累了一大堆事情 很快他就召开了市政府 第四十六次常务会议 在会上 侯卫东通报了 沙洲农用车厂的联营之事 黄子弟看完手里的材料 扶了扶金边眼镜 提高了声音 沙洲农用车厂 真的是无药可治 非得要送人吗 一千七百万的国有资产 轻易送给了别人 这个决心我下起来很难啊 而且国资流失要是追查起来 谁来负责任呢 经过几轮谈判 领西汽车厂 与沙洲农用车厂 基本达成了协议 为了促成此事 侯卫东与朱延宾三上领西 这才有了提交到 市政府常务会议上的初步协议 此时黄子弟突然变了调子 侯卫东只好耐心的解释 沙洲农用车厂没有市场 垮掉是迟早的事情 雨领西汽车厂联营以后 税收还留在当地 这是快刀斩乱麻的做法吗 我们将沙农场送出去 也就送出了上千万的国有资产啊 如果最后效益差了 让沙洲市政府如何收成啊 最后恐怕还得是市政府来拖底吧 黄子弟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 几位副市长便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侯卫东的脸上 当黄子弟说话的时候 侯卫东的脑子中不由地想起了黄夫人 与女儿移民海外的事情 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还是确实存在着什么问题 侯卫东迅速地把连营的理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他觉得从思路到具体方案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说道 当初选择连营的主要原因呢 是沙洲农用车厂 依靠自己的力量 已经无法在市场上立足了 不搞连营 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将来 破产是他唯一的出路 杨森林此时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他坐在黄子弟的身边 对于送掉一个一千七百万的国有厂 同样心存顾忌 可是侯卫东的话又有道理 他正在反复地斟酌 黄子弟扭头看了看他 杨市长 你有什么看法 杨森林尽量客观地说 我也觉得很矛盾啊 黄市长的担忧是对企业的高度负责 魏东市长的想法呢 也有道理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关键要看一看 领袭汽车厂的能力啊 对于这个滑头的说法 黄子弟不太满意 有才 你的意见呢 马有才副市长被黄子弟点名以后 说道 这个事情我记得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吧 不是通过 是原则上同意了联姻的思路 现在具体方案出来 已经进入了操作阶段 我们必须审慎 决策失误 那将是历史的罪人 散了会 朱颜冰眼巴巴地等在了侯卫东的办公室 见侯卫东进来 急切地问道 侯市长 方案确定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定下来 要上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侯卫东严格遵守着纪律 没有将市政府常务会上的争论 透露给朱颜冰 朱颜冰站在桌子前面 高大的身材稍微显得有一些沟楼 这大约什么时候开常委会啊 这个我可定不下来 按照常委会议事规则 何时召开常委会 是由朱书记确定的 我们两个人既也没有用啊 满怀着希望而来 却带着深深的失望而回 朱颜冰自知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探着气 坐车回厂了 他是国油厂的厂长 而国油厂属于国家 作为厂长 对于重要事项是无能为力 到了厂里 他对厂办秘书吩咐道 把张远征叫到厂里来 中午准备点酒 安排两百元的生活标准 你用我的车 把陈庆龙也接过来 厂办秘书当然知道 张远征和陈庆龙身后站着什么人 又见朱厂长脸色不好 也就不敢多问 连忙到车间 去请张远征 侯伟东回到办公室 心情很快就平和 他也开始反思 先听则明 黄子弟工作经验丰富 他反对的事情总是有道理 我也要抛开个人陈箭 从他的角度来考虑一下问题 侯伟东就把联营的方案取了出来 又认真地研究了一会儿 他意识到 要在常委会上说服众多常委 还得进一步增强说服力 正在潜心研究方案的时候 桌子上的红机电话 猛然响了起来 侯伟东当上了副市长以后 处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捐房厂罢工 此事经过长时间的拉锯 如今捐房厂的改制工作 终于即将正式确定了 听众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伟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威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的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八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伟东官场笔记 第八部 作者 小乔老树 演播 王明军 无意之中 侯伟东知道了皇子弟的一个秘密 尽管这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证据 却预示了一种可能 算是一夜之秋了 侯伟东正在看着联营方案 桌子上的红机电话 猛然响了起来 红机电话是保密电话 侯伟东的红机电话 分别接过周昌全和祝言的电话 此时见到电话响起 他下意识地就想到了 不是周昌全 就是祝言 侯伟东拿起话筒 比茂地说道 您好 我是侯伟东 伟东啊 我是赵东啊 赵东一直是侯伟东的领导 虽然两个人现在都是副厅级 可是赵东的副厅级 比侯伟东的副厅级含金量大得多 打起电话 也就很有一些自信 侯伟东当然也知道 赵东这位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分量 一直在主动结交 今天赵东主动打电话过来 感到很意外 哎呀 赵主任 您好啊 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还是这么亲切 说话的时候 侯伟东的脑海中不由得想起了郭兰 一想到郭兰 侯伟东的情绪便复杂了起来 赵东的桌子上摆着蒋西东寄来的括号信 这封信经过了正规渠道 来到了他的手里 有了正规的程序 赵东看到信件 马上就给沙州市副市长侯伟东打了电话 赵东含旋了几句 便进入了主题 伟东啊 省委办公厅说到了一封人民来信 反映沙州市捐防厂存在的问题 上面是几百人的实名签字啊 省委办公厅很重视这个事啊 你能不能给我简单谈一谈 捐防厂的情况啊 侯伟东吃了一惊啊 心中暗响 几百人的实名签字 那信写的什么内容呢 又是谁干的呢 此时侯伟东不方便问信件的内容 他稍作斟酌 就实事求是的 汇报了沙州捐防厂的现状 侯伟东一直关注着沙州捐防厂 对厂里的实际情况很熟悉 对赵东的提问对答如流 赵东这个电话是有备而来的 他没有想到 侯伟东记数据竟然如此厉害 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能够脱口而出 他赞叹道 这些数据你能脱口而出 说明伟东是下了正功夫的 我核对了一些数据和事实 看来检举心所说的大部分是事实啊 省委办公厅会通知沙州市委写一个 关于捐防厂的情况说明 在今天之内送到省委办公厅啊 侯伟东没有询问信件的具体内容 挂断电话 侯伟东心想 这事肯定是蒋西东在操作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此时的捐防厂 向波与蒋西东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斗争的结果 那就是效益节节下滑 常理人心涣散 已经到了必须要下决心 解决此问题的地步了 侯伟东默想了一会儿 然后来到了黄子弟的办公室 把赵东电话的内容 向黄子弟做了汇报 黄子弟明显有些吃惊 人民来信 什么内容啊 赵东没有说 我也不好问 黄子弟眼见着侯伟东 英气逼人的面容 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愤怒 赵东是沙州市的老领导吗 你就不能灵活一些 多问几句吗 侯伟东看了黄子弟一眼 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算了 你赶紧让向波提供一个基本情况 你审过以后 拿给我看 再让办公室啊 给市委办送过去 侯伟东走了之后 黄子弟马上给义中领打了电话 中午你哪里都不要去 等着我 你把向波也叫上 吩咐几句以后 黄子弟狠狠地骂道 这个混蛋 在沙州 黄子弟最恨的人就是义中领了 如果没有这个人 他的市长生涯一定会很辉煌 既能为沙州多做贡献 自己的人生也会圆满 如今有了这个人 自己在经济上富裕了 身体上放纵 可是自己 却踏上了深渊的边缘 有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而对于侯伟东 他最初是埋怨 到后来是怨恨 现在 已经是在愤怒中 带着一些惧怕了 黄子弟如困兽一般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还有三百万了 只要凑够一千万 我就出国 再也不回来了 出国是一个中远期的计划 近期则必须要应对 捐防厂有可能出现的风暴 中午来到义中岭的别墅 黄子弟对义中岭的第一句话就是 如今发财的路子这么多 你为什么要盯在捐防厂上吗 捐防厂是火药桶 搞不好大家一起玩玩 义中岭倒是很有风度 微笑着说道 我的黄市长啊 我投入了两百万 有可能换回数亿的资产 无论有什么风险 都值得去赌一把吧 在省纪委 省纪委书记高祥林 将纪委副书记廖平 叫到了办公室 高祥林伸手拍了 拍桌子上的信件 这厚厚的一答子啊 都是关于沙州市的信件啊 有的是胡言乱语 有的却言之倒倒 涉及市长黄子弟 副市长马友才 侯卫东 还有国土局长 县委主任等等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茂云啊 那个时候茂云地区的上访也很多呀 与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啊 随后呢 就爆出了震惊全省的茂云窝案 前车之间啊 廖平很熟悉高祥林的工作方式 现此时高祥林把这个事情挑破了 他就知道 高祥林已经下定了决心 高祥林 那是不是开展对沙州的调查 高祥林点了点头 嗯 实际成熟了 由你来带队 直接去沙州 从小市查起 只要突破一点 就能出事有名啊 黄子弟担任沙州市领导的时间很长 他的爱人和女儿现在也都到了加拿大 儿子黄强去年已经拿到了绿卡 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了 在不少举报信中都提到了土地问题 义中岭和黄志强从沙州拿了不少土地 我估计这里面的猫腻不少啊 廖平看着名单 在被调查人的名单中 沙州市政府领导 就有黄子弟 马友才和何卫东 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的领导 还有国有企业的领导 如果真的查实了 那沙州 将会成为另一个冒运 高祥林摆了摆手 涉及如此众多的厅级干部 一定要慎重 你刚才提到的事情只能成为思路 不能成为证据啊 这一点还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哪怕就是收受贿赂五千元 也要固定下来才能成为证据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廖平接受了任务 走出房门 一脸严肃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想着沙州市政府领导的众多面容 他知道这次查案 肯定又有很多人会中箭落马 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在廖平带队暗中入住沙州的同时 省委书记钱国亮 关于沙州市捐防厂的批示 已经放在了市委书记朱民生的案头 这个批示他看了好多遍 几年市委书记的生涯 无数的大事小事 急事难事 让朱民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如今他比刚到沙州的时候 有了更多的自信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侯卫东来到了市委小会议室的门前 匿书长苏明俊给侯卫东使了个眼色 走出小会议室 侯卫东心知肚明 等了一分多钟 也走出了会议室 拐进了苏明俊的办公室 苏明俊与侯卫东关系不一般 他没说什么废话 直接就说 券防厂有一封人民来信到了省委 省委前书记做了提示 要求沙州市委彻底解决 捐防厂存在的问题 宋明俊担任了秘书长以后 成了朱民生与侯卫东之间的润滑剂 朱民生与侯卫东关系的改善 宋明俊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 侯卫东说道 这个捐防厂就是一个农创啊 现在越来越糟糕 再不做处理 就会危及生命 前书记的批示 将促进问题的解决 我觉得是好事啊 嗯 朱书记也是这个想法 今天这个小范围的会议啊 就是要统一思想 寻找最好的办法 宋明俊点到为止 接着就对侯卫东说 黄市长应该来了 不多说了 赶紧过去吧 走到小会议室门口 刘坤正在与赵成一谈话 见到侯卫东和宋明俊 都闪在了一旁 为两位领导让路 刘坤此时已经知道了会议内容 目光有些复杂 等朱明生来到了会场 他找了个借口溜了出去 到楼下 给易中龄打了电话 易总啊 事情不太对啊 钱国亮有一个 对捐房厂的批示件 是 是的 有人给神尾写了信 看来啊 市委这次要对捐房厂 有大动作了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 易中龄手下的销售公司 也有了一定的收获 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完全可以以小博大 将捐房厂整个吞进肚子 现在就进行改革 对易中龄来说是不利的 易中龄马上给黄子弟 发了一条短信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五 是易中龄承诺给黄子弟的股份 折算成人民币 那是以千万为单位的 此时黄子弟的女儿 儿子以及夫人都已经出国了 他也去意已决 黄子弟就下定决心 要赌上一把 黄子弟看了钱国亮 关于捐房厂的批示 顺手递给侯卫东 侯卫东看完批示 又递给了列席会议的赵成义 朱民生说道 黄市长啊 我们必须得回应钱书记的提示啊 你有什么想法 黄子弟把金丝眼镜取了下来 这个事情不用讨论 必须按照钱书记的批示精神 不折不扣的执行 以我的理解 钱书记的批示精神 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那就是让捐房厂扭亏为营 焕发活力 黄子弟习惯性的 把皮球踢到了侯卫东这边 侯市长 你是封管领导 具体方案你来提 话已出口 黄子弟就后悔了 如果侯卫东当场提出方案 朱民生拍了板 那事情就麻烦了 他不等侯卫东开口 马上补充 捐房厂涉及六千人 首先是要稳定啊 没有稳定 任何措施都是不能实行的 这与前书记的精神 也是相符的吧 稳定压倒一切 这就是黄子弟定的调度 朱民生还是保持着冷面部长的深情 冷脸冷面的看着侯卫东 侯卫东与朱民生的眼光瞬间进行了交错 侯卫东有意的喝了一口茶 要解决捐房厂的问题啊 我认为小打小闹解决不了 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 我建议考虑改制 黄子弟携了侯卫东一眼 卫东副市长啊 改制可不是包治白病的良药啊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一改了之啊 这样做倒是痛快啊 难道真的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吗 解决企业问题 也应该是渐进式的吗 黄子弟和侯卫东素来有意见 朱民生对此是心知肚明 作为育人之术 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好事 此时参加会议的人 由市委副书记宁月 市委秘书长宋宁俊 副市长侯卫东 这三个人都团结在他的旗下 而黄子弟则显得势单力固 控制住人 也就控制住了势 这是一条很现实的道理啊 还是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时候 朱民生就对此深信不疑 如今用在实践上果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朱民生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我同意魏东的意见 只有改制才能让捐方厂走出困境啊 这个事情由市政府提出方案 然后报市委常委会进行研究 再上报省政府 同时将处理结果 报省委办公厅 散会以后 黄子弟无意之间抬头看天 只见天高云淡 白云在高空中流走 好一幅美景啊 可是他无心看风景 他对跟在身边的刘坤说道 你通知向波到我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不久 向波很快就赶来了 脸上颇为黄疾 黄市长 我听说钱国亮对捐方厂做了批示 黄子弟瞪了他一眼 你是捐方厂的老干部了 熟悉业务 现在我把你推上了一把手的位置 可你什么事情都摆不平啊 那你当一把手有什么用啊 向波的肉脸已经开始冒汗了 哎呀 蒋西东经营了十年 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是他提拔的 我接触的时间太短啊 还没有完全消化 只要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把厂里的生产搞上去 没有多少时间了 朱书记已经定了调子了 今年必须改制 向波好不容易才重新夺取了 捐方厂的最高领导权 屁股没有坐稳 就面临着改制 黄市长啊 不是我无能啊 确实是时间太短 目前改制确实不成熟啊 事情已就没有办法了 必须要改制 你赶紧拿出一个改制的方案 包给我 黄子弟又安慰了一句 你也不要像个无头苍蝇啊 改制也不是天要塌下来 改制有很多种啊 你可以好好选择嘛 一语惊醒了梦中人 向波擦了一把汗水 黄市长 您还有什么指示 我赶紧回去思考方案 侯卫东当上了副市长以后 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捐房厂罢工 此时经过长时间的拉锯站 捐房厂的改制工作 才正式确定了下来 此事让侯卫东深深的感慨了一句 想做点事情还真是难啊 侯卫东的思路很快就转到了如何改制之上 他分唯会验春平 请将军和捐房厂的向波 蒋西东 杨柏高小军 到会议室开会 验春平了解捐房厂的事情 他迟疑的说道 侯卫东深深的感慨了解 还要请向波吗 看来会不会坏事 向波市厂长为什么不通知啊 我们做事情要堂堂正正 用正道去打败走歪门邪路的人 这一点啊 我们要向洪书记学习 燕春平一边出去通知 一边想 洪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现在不还是政法委书记吗 得知省委书记钱国亮 对捐房厂的问题进行了批示 又听了侯卫东 关于纺织厂改制的几点要求 义中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妈的 这侯卫东活得不耐烦了 敢挡老子的财路 向波对义中领的说法不以为然 他心中暗道 若是用官军与强盗来比喻 侯卫东是官军 义中领你才是强盗 官军防范强盗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现在最应该的想法 是如何躲过官军 而不是把官军杀死 义中领见向波在斗神 江厂长 当年我在一阳土产公司 来了一个胜利大逃亡 现在就看你的掌控能力了 向波说道 我确实掌握不了当前的改制啊 侯卫东这个家伙成立了改制小组 我高小军 邱少忠 赵大雷 杨柏 蒋西东 都是领导小组的成员 侯卫东再三强调 改制工作是大事 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 集体讨论 任何方案 都必须是我和蒋西东 一起签字才行 向波当上了厂长 虽然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可厂里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还在逐步的恶化 几个月的时间就如同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他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 可是一想起预期的收益 又只好强大精神 继续这个苦差事 易中灵也在权衡呢 如今省委书记都已经关注到绝坊场了 这个事情难度太大 心里虽然犯嘀咕 可他的嘴里却很强硬 现在是厂长负责制 蒋西东来签字 这是乱来啊 这是破坏规矩吗 我们投入了这么多 现在没有收益就要撤退 向厂长 这损失怎么算 易中灵知道要想控制住捐防厂 原厂长蒋西东是最大的障碍 易中灵甚至在脑海中 闪过了用汽车撞死蒋西东的念头 可是很快他又放弃了 以前在异扬的时候 他敢打敢拼敢下手 那是因为要是不拼命 他极有可能会折在监狱里 此时的易中灵不同了 他已经腰缠万贯 尽管捐防厂的资产诱人 可是如果让他去拿命去换 他恐怕还是要考虑值不值的问题 如今向波有求于易中灵 态度就很好 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啊 改制是事在必行啊 我们没有办法吞掉整条黄山 但吃一段还是没问题的嘛 现在利用销售公司多赚钱 只是用厂里的骨头啊 熬厂里的油 如今这个形势 精吞捐防厂难度太大 能够吞进一部分资产 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事实 易中灵说道 既然这样啊 那你要想办法 给我的价钱 还得向下再压几个点啊 哎呀 现在已经是成本价给你了 再低 我就没办法向高小军他们解释了 说不过去啊 易中灵拍了拍相波的肩膀 老弟啊 你傻呀 捐防厂马上就要改制 赚现钱是当务之急 不管如何改制 总是要花钱来买留 向波接受了易中灵的观点 你跟黄市长关系这么好 在关键的改制中 还要让黄市长多说好话呀 我感觉侯卫东这个人太牛了 黄市长有些控制不了他呀 易中灵挥了挥手 黄市长 你我 我们三个人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利益共享 责任共担 知道吗 捐防厂的调子定下来以后 侯卫东暂时放松了心情 来到了沙州农用车厂 就在侯卫东全心全意投入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陈林渡也开始忙于进行公关 因为沙州驻京办主任出现了空缺 他作为信访班副主任 想争一争助京办主任这个位置 听众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飞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吧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作者 小乔老树 演播 王明军 侯卫东当上了副市长以后 处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捐防厂罢工 此事经过长时间的拉锯 如今 捐防厂的改制工作 终于即将正式确定了 捐防厂的调子定下来以后 侯卫东暂时放松了心情 来到了沙州农用车厂 在检查厂里的生产情况时 朱延冰说的一段话 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朱延冰面对着几辆 灰头土脑的产品 沙州农用车厂的前身 是生产农具的 纺织机 卷阳机 沙机的脱毛机 还有捐防厂的并条机 后来才发展到了农用车 如果这次联营不成功啊 我就考虑不做农用车了 我还去生产打鼓机 说到这儿 这条高大的汉子 抹了眼泪 离开沙州农用车厂 侯卫东说 我们到捐防厂去看一看 不要通知他们 我们搞个突然袭击 进了捐防厂 往日整齐干净的厂房 一片狼藉 熟悉的机器轰鸣声 也是凌乱而无力 在厂房里走了一圈 正在主持工作的杨柏 得知侯卫东进了厂 赶忙赢了过来 侯卫东的脸色很不好看 语气也不好听 我看厂里的情况是王小二过年吧 一年不如一年啊 省委书记钱国亮的批示出来以后 图穷必谢 杨柏也不必再伪装了 以前我认为蒋厂长经营上有问题 现在我才发现 向厂长才是真无能啊 蒋厂长只是经营上的问题 而向厂长呢 还夹带着私货 他居然将生私 以成本价 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价钱 卖给了一中里的销售公司 这是犯罪啊 还有 先进投产的生产线 向厂长坚持要用不合格的配件 如今整条生产线都出了问题 这条生产线是全厂的希望啊 就这样毁了 说着说着 杨柏突然垂胸顿足 再不改制啊 这个捐防厂就完了 六千职工没有了工作 那就牵扯到六千个家庭啊 牵扯到几万人啊 请侯市长慎重考虑 侯卫东在杨柏的陪同之下 在厂里转了一圈 驱车返回了市政府 回到办公室 想着两个厂的事情 侯卫东忍不住拍了桌子 捐防厂经过换人之事 厂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沙州农用车厂与领溪汽车厂的联营 已经万事俱备 可是皇子低市长 却始终没有最后拍板 侯卫东作为副职 没有权利独自决定这样的事情 侯卫东当惯了一把手啊 这一次作为副市长 自己有思路有办法 却很难变成具体的行动 他再次感慨 以后不能当副职了 十天以后 侯卫东忽然接到了楚修红的电话 楚修红说道 侯市长啊 周圣长请你来一趟 侯卫东敏感地意识到 楚修红的声音没有往常那么热气 有事吗 啊 有份内餐 周圣长看了不太高兴 他要当面问问你 你要有所准备啊 侯卫东不敢怠慢 叫上了车 在高速路上一路几尺 很快来到了省政府 在办公室里 周长全低头看文件 把他晾在了一边 侯卫东太熟悉周长全了 也不着急 打了一声招呼 就安静地坐在桌子旁 过了一会儿 周长全干瘦的脸 就如同高速路两旁的黑夜 那么深沉 没有笑语 也没有怒意 他推了推桌子上 专用的文件夹 这是谁的手笔啊 这是一份关于 沙州铁州国有企业 面临困境的内餐 作者是宜山 内餐分析了沙州铁州 两个工业强势面临的问题 各自又举了两个案例 沙州的案例 就是沙州捐防厂 在内餐上 省长朱建国批示 请昌全副省长提意见 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研究 朱建国 你给我说说 这个内餐是怎么回事啊 侯伟东回答 写得挺客观的 基本符合当前企业的现状 那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宜山的文章 宜山的文章与你配合得很好啊 侯伟东这才醒过味了 宜山这篇文章的观点 和自己多次汇报的观点是一致的 从周昌全的角度来说 应该是误认为是自己策划的 宜山毕竟是大报的记者吧 有眼光 与我想到一块 周昌全把头扬了扬 目光锐利 这不是你的主意 我是沙州副市长 这点组织观念我还是有的 你以为全领袭皆罪 就你一个人独行吗 你是沙州市政府的官员 不是奋青 反应情况有多种渠道 将沙州的事情通过内餐 捅到上层 这是最不可取的方式 你如果是市委书记和市长 如果你手下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复制 你会怎么想啊 你这个人点子多 胆子大能办事 在没有成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之前 有时候不讲规矩 没有大问题 可如今身份不同了 你是厅级干部 必须要记住党的组织纪律 没有纪律 那党组织就是一盘散沙嘛 带着约束能办成大事 才是真正的成熟 你要牢牢的记住啊 你是沙州市的副市长 是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如此重大的决定只能是集体的生意 而不能由你来当英雄 侯卫东点了点头 郑重的回答 是 我记住了 记在心上了 不过 我与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关系 治理一个大省 一个大地区 依靠组织是正道 个人英雄主义 在高层决策中格外危险啊 我看你这个人 是有这个倾向的 我要给你瞧一瞧警钟啊 说到这儿 周昌全放缓了口气 你再谈一谈具体的事情吧 侯卫东说到 捐防厂就是一个不断膨胀的农创 如果不及时解决 那就是一个灾难 听完了侯卫东的介绍 周昌全说到 前书记和朱省长都做了提示 这对于一个市级企业来说 是罕见的呀 我恐怕最近要到沙州一趟了 谈完了工作 周昌全冷不定的问道 你和黄子弟的矛盾还是不小是吗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他带私货 他到底如何带私货的 从外人的角度来看 你在南部新区搞独立王国 是不是也可以被人认为是带私货呀 周昌全再次提起了这个话题 侯卫东不能再隐晦了 他决定趁机 把自己与黄子弟多年的矛盾 彻底的说清楚 周省长 我跟黄市长确实有矛盾 这个矛盾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 当年黄市长在当市委副书记的时候 我是市委办的副主任 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 裂痕的出现 是我在成津工作的时候 沙金铁路分为四个标段 黄市长想让一中岭承包一个标段 被我拒绝了 这是我跟黄市长产生的第一次隔阂 当时我之所以拒绝黄市长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我不信任一中岭 尽管以前 讲过当年发生在一阳检察院的事情 可是今天侯卫东仍然重新讲了此事 而且比上次讲了更多的细节 周昌全认真地询问了一些细节 心中暗想 这个黄子弟怎么与一中岭混在一起了 这可是他的致命伤啊 当年提拔黄子弟之前 周昌全就知道黄子弟爱占小便宜 他认为黄子弟这是小家子情 并不是致命伤 犹豫之后 还是向省委推荐由黄子弟出任市委副书记 可以这样说 黄子弟能走到今天的岗位 周昌全在里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此时 面对着另一位心腹手下的尖锐说法 周昌全心里 对黄子弟有了重新的认识 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 领导打招呼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嘛 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 不能一概而论 打招呼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事嘛 你认为他带有私货 还有什么更具体的事情啊 侯卫东认真地回想了一会儿 黄子弟除了与义中岭等人关系密切以外 还真没有其他的明显的劣迹 尽管义中岭和黄二在沙州获得了不少土地 但也是通过正规的程序办理的 黄子弟即使是打了招呼 可是谁又能够拿得出证据呢 而在办理捐房厂的事情上 摆在明处只能说黄子弟与自己的观点不同而已 侯卫东略为真主 在沙州呢 目前有两个人几乎可以把最好的土地拿去 一个是一中岭 另外一个是黄二 黄二也就是黄志强 我被任命为南部新区主任以后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 才建立了南部新区交易平台 这套制度建成以后 我只是监管制度的执行 具体的事情啊 我不管它 周昌全当过一方主官 他是知道土地中的猫腻的 你再谈得详细一些 放开了谈 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 周昌全推心致富地说道 卫东啊 你有理想有追求 这很好 可是官场有着自身的规律和规则呀 你是厅级领导 你要记住 最好不要犯官场之忌讳 否则 谁还愿意跟你交心呢 如果没有人拥护 你还算什么领导啊 你现在就是朱民生的一把刀 但是他仅仅会把你当成一把刀而已 你是领袭最年轻的副市长 有着远大的政治前途 说话办事要慎之又慎啊 数十年 甚至是上百年形成的潜规则 非常之顽固啊 凭一人之力 是难以消除的 我们要利用之 只有做到戴着镣铐还能跳舞 那才能为人民办实事 那才是真正的高手嘛 你要成为政治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周昌泉这番话 完全是肺腑之言 是出自对侯伟东的关爱 否则 他不会让侯伟东到他的办公室来接受训话的 侯伟东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因此 他对周昌泉 行了一个三十度的鞠躬礼 这是法子内心的理解 离开周昌泉的办公室 侯伟东上了车 不说话 点燃了一支烟 慢慢地吸着 雁春平问道 侯市长 回沙州吗 侯伟东忽然很怀念 当年在青林山上青春热血 大网喝酒 大块吃肉的日子 现在在领夕 往来最多的朋友 也就是上青林的曾献刚了 先不回去了 我要找老朋友喝酒 独眼曾献刚正带着儿子玩耍 手机响了起来 宋志成提醒 哎 手机响了 哎呀 我跟儿子玩的时候 不接电话 曾献刚穿着一件短袖T恤衫 健壮的身体 并没有因为大鱼大肉的日子 变成直发 铃声要结束的时候 宋志成拿起手机 看了一下号码 是侯伟东的电话 听说是侯伟东的电话 曾献刚赶紧接了过来 疯子 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一声疯子 叫得侯伟东心里 觉得异常的舒服 显刚啊 我在领夕 找你喝酒啊 去馆子还是到你家呀 哎呀 和领导喝酒就要到馆子 和朋友喝酒 那就要在家里嘛 我给你准备好了 自从前妻被杀以后 曾献刚就戒了酒 不过他在家里 长期备了一些好酒 有国产的还有洋酒 这不是他喝 是专门给到家里 喝酒的客人准备的 得知侯伟东要来 宋志成赶紧去看冰箱 又取了一些鱼肉 仔细地交代了阿姨 侯伟东一个人上了楼 燕春平和驾驶员 到金星大酒店去开房间 吃饭的时候 由于曾献刚不喝酒 由宋志成陪着侯伟东喝茅台 几杯酒下肚 宋志成的脸红了 话也就多了起来 我们献刚啊 今年成了市政协委员了 以前是区政协委员 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有领导答应啊 让他进入省政协 我们的目标啊 是下一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哎 金政协有什么好处的 你这个女人 你别去 宋志成脸红红的 很有一些喜色 他并没有因为曾献刚的话而生气 进了省政协 有了社会地位 被人欺负了也有话说嘛 也会有人帮着我们说话嘛 侯伟东倒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进入省政协 是件好事啊 当初咱们在上清临开市场 哪里想到有这一天呢 哎呀 只是可惜的秦大江啊 两个人正喝着 秦桿和曾献永 也开着车来到了领夕 他们两个人在成金座千辛矿 钱赚得意气风发 在曾献刚的家中 见到了侯伟东 他们不顾曾献刚的劝阻 开车到专卖店 买了最贵的羊酒 这一夜 秦桿曾献永 宋志成接醉 侯伟东喝得半醉 与曾献刚说闲话 一直聊到了凌晨两点 然后才回到了金星大酒店 痛痛快快睡到了第二天中午 起床以后 又冲了一个热水澡 当侯伟东再次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又变得精神抖擞了 上了高速路 侯伟东心中暗道啊 开工没有回头见 无论如何 改之工作 必须要压坚持下去 两天以后 在市委的小招待所 副省长周昌泉 与著名声 黄子迪 侯卫东 肃明俊 蒋相遇见了面 传阅了移善的文章以后 周昌泉说道 今天不是务虚会啊 是真正的务实会 大家不要谈理论 直无不言 言无不尽 研究一下 杀猪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还有市捐方厂 这个事怎么办 前书记 朱圣长都有批事啊 搞不好的话 我们怎么交代啊 朱昌泉说完 看了一眼在座的人 侯卫东 你是分管领导 你先说 侯卫东毫不保留的 把自己的改制思路 抛了出来 这一次小范围 高规格的会议 开了约两个小时 取得了三个成果 一是杀猪国有企业改革 继续深入 第一批改制企业 要按时间完成 二是针对 捐房厂的特殊情况 将捐房厂 纳入第一批改制企业 三是促进 岭西汽车厂 和沙州农用车厂的联营 后两个是个例 将提交市委常委会 在这次会议上 侯卫东的建议 基本上得到了采纳 他长输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感到了 巨大的压力 新改制方案提出以后 经过了周长全的认可 而且朱民生 黄子低 宁月 肃明俊 和侯卫东等 与改制相关的领导 也都参加了小规模 高规格的座谈会 因此在常委会上 常委们没有什么意见 顺利地通过了 沙州市捐房厂 实行改制的决定 侯卫东提出的 请国内知名评估公司 进行清产合资 同时成立 沙州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等原则性意见 也获得了通过 新改制方案通过以后 一时激起千层浪 捐房厂召开了中层干部会 在会上 是捐房厂厂长向波 悲哀的发现 几乎所有的中高层干部 都是旗帜鲜明的 站在了蒋西东的阵营 包括以前配合的 还不错的杨柏 居然也在会上 表示支持蒋西东 关于捆绑销售的事情 在会上也被拎了出来 向波被参会人员 骂得狗血喷头啊 沙州农用车厂 从厂领导到工人 也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如果联营方案通过 他们将会成为 领西汽车厂的一部分 作为领车的职工 无论是经济效益 还是自豪感 都比作为沙农厂的职工 要大大的提升啊 就在侯卫东 全心全意的 投入到国有企业改革之事 任林渡也开始忙于 进行公关了 沙州驻京办主任出现了空缺 他作为信访办的副主任 想争一争 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 转眼就到了冬天 寒气渐渐的逼来 不过太阳出来的时候 仍然天高气爽 沙州的大地 仍然沉浸在 秋的收获之中 侯卫东上了楼 见到任林渡站在走道外面 手里拿着文件夹 侯卫东以为 任林渡来汇报 信访办的相关工作 一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一边问道 有事吗 任林渡一直带着下级的神情 自觉地扮演着下级的角色 侯卫东 也把任林渡自然当成了下级 任林渡笑了笑 并不答话 等到侯卫东进了办公室 坐在椅子上 他才说 晚上又没有空啊 我约了秦小红 杨柳和郭兰等人 以前咱们老青岸般的 一起聚聚 此时的侯卫东 百事缠身 晚上 东城区的欧阳区长 还要请他吃饭 不过他看到 任林渡的期盼之情 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侯卫东与郭兰的关系 既无法停止 又不能见光 在这种状态下 两个人每一次见面 便都带有了一种 飞蛾扑火般的壮力 听众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长篇自转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 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 王明君 责任编辑 徐北碑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吧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转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 第八部 就在侯卫东全心全意投入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任林渡也开始忙于进行公关 因为沙州驻京办主任出现了空缺 他作为信访班副主任 想争一争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 此时的侯卫东百事缠身 晚上东城区的欧阳区长还要请他吃饭 可是他看到任林渡的起判之情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答应了 林渡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咱们什么关系啊 别吞吞吐吐了 任林渡当年在清干班的时期 算得上是班上的风云人物了 当他调到一阳县团委的时候 侯卫东还在上清林艰苦度日呢 在侯卫东当上县委书记秘书的时候 他也当上了县委副书记赵林的秘书 从资历上来说 他跟侯卫东差不多 甚至还略高于侯卫东 两个人拉开差距 是在同当县委书记秘书时 侯卫东身获助言的信任 后来当上了县委班副主任 开发区主任 科委主任 然后又当上了周昌全的秘书 从此正式走上了沙州的政治舞台 任林渡过于外露的性格 成为县委书记秘书的致命缺陷 他当了吴海县委办主任多年 始终当不了常委 从科级到处级这关键的一步落后 便处处都落后于侯卫东 调到了信访办任副主任 这才解决了副处级 任林渡痛定思痛 承认了现实 把面子和自尊都抹了下来 他打定主意 跟着侯卫东的脚步前进 这对于任林渡来说 他用这种态度与侯卫东接触 那是对现实的妥协 也是凤凰在火中的重生 任林渡说道 我听说驻京办的主任要调整 我还是想争取这个机会 以前任林渡就想过这个质问 只是没有机会 但是他没有放弃 一直紧盯着 因此在第一时间 打听到了异动 侯卫东对任林渡的认识很深 他觉得任林渡最大的优点 就是擅长交际 所以驻京办的主任的位置 还真是合适任林渡 况且任林渡到了北京 以后自己到北京办事情 也会方便很多 侯卫东当场表态 这个事情我尽量帮你忙 但是我话要先说清楚啊 如果两位主要领导有了人选 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领导做事情讲究滴水不漏的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 那已经很够意思了 任林渡说道 侯市长 你只要肯出手 我就有信心了 林渡 你先别恭维我啊 我先帮你摸摸底 侯卫东给市政府的秘书长 蒋湘宇打了电话 蒋湘宇啊 忙什么呢 蒋湘宇曾经是成金县的县长 两个人搭个班子 关系不错 说话也就很随便 侯市长啊 我是在执行会议指示 与几个评估机构接触一下 这个评估机构啊 个个都是黑心贼啊 要价很高 我选定几个信誉稍稍好一点的 到时候你们来定吧 谈了几句工作 侯卫东直奔了主题 蒋湘宇啊 我听说驻京办的老周另有安排 新人选有一项没有啊 哦 好啊 要是没有就好啊 我这样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信访办的副主任任林渡 他当过县委办公室的主任 在信访的岗位上也很出色 到时候 你要帮着说话啊 蒋湘宇说道 哎呀 这个事情我不敢打保票 驻京办一直是杨市长才管啊 有什么消息 我向您帮啊 侯卫东办事很爽快 他决定要帮助人林渡 也就不遗余力 前一次 他借助陈曙光的力量 让肃明俊成为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如今肃明俊成为朱民生身边的人 对他的帮助也很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 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在帮自己啊 万事不求人 其实是胆怯者 给自己的伪装 侯卫东给蒋湘宇打了电话以后 又拨通了肃明俊的电话 秘书长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才 驻京办主任青春要调整啊 信访办的副主任任林渡 那是一个人才啊 在适合的机会 你帮我推荐一下吧 肃明俊当过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 与当时的吴海县办主任林渡有过接触 啊 我知道这个小伙子 挺机灵的 在助经办还真是合适啊 哎呀 你老弟交代的事情 我会记在心上 侯卫东打完两个电话 对任林渡说 我给两位那秘书长都打了电话了 另外 我再找机会给杨市长谈一谈 尽量推荐你 但是 这可是要在两位主要领导 没有内定人选的情况下 希望你能够领解 任林渡见侯卫东真心实意的帮忙 很是感激啊 谢谢侯市长 如果能到驻京办去工作 一定不给侯市长丢脸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任林渡很高兴 可是又想起侯卫东 与两位秘书长打电话时候的 轻松随意 心里又充满了失落 我跟侯卫东同时毕业 这真是有了天壤之力 我看见两位秘书长是恭恭敬敬 连话都说不上 真是豁必豁得丢 人比人得死啊 哎呀 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啊 还是要承认现实 刘坤靠着黄子弟 我就靠着侯卫东 侯卫东的发展潜力 肯定是打过黄子弟的 我总不能输给刘坤吧 下楼的时候 恰好碰到了张小嘉来到政府办事 任林渡主动打招呼 张局长 你好啊 张小嘉作为市园林局的副局长 也是副处级 与任林渡平级 他对任林渡挺有好感 停下了脚步 邓主任 你在忙呢 近期有没有我们园林局的上访见啊 园林局的信访见本来就少 只是由于局里要建一个苗圃 涉及到了征地的事情 与村民有了交集 这才有了几桩信访的事情 张小嘉恰好分管这一块 到信访办也就来过几次 任林渡对张小嘉的态度好得很 哎呀现在暂时还没有啊 如果有啊 我一定给你送过来 说了以后 任林渡就热情的邀请 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一阳工作过的清干班聚会 就在新月楼外面的水路空 侯市长要参加呀 你是我们一阳的媳妇啊 晚上一起来聚聚 小嘉晚上没有什么事 吃饭的地点又在新月楼外 那好吧 我下班以后过来 上了办公楼 张小嘉来到了杨森林的办公室 杨森林是常务副市长 分管建设口 张小嘉过来 是汇报沙州公园的改造方案 正说着 侯卫东也来到了门口 杨森林见到侯卫东 开起了玩笑 哎呦 两口子一块到我办公室啊 难得啊 侯卫东也开了个玩笑 那就张局长先汇报吧 等你汇报完 我再向杨市长汇报 侯卫东是过来帮着 人林渡谈住经办主任的事情 见到老婆在里面 也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过了十来分钟 张小嘉来到了侯卫东的办公室 站在门口 我的事想完了 杨市长在等你呢 哎 老婆大人难得到我的办公室啊 进来坐坐吧 哎呀 在你们的办公室里坐得不舒服 我走了 哎对了 刚才我在楼上遇到了人林渡 他说晚上一阳工作过的几个同志一起吃饭 还邀请我参加呢 侯卫东没有想到 人林渡的嘴巴这么快 他实在不愿意 让郭兰和小嘉捧面 哎呀 我刚才接到电话 又有一个推不开的应酬啊 恐怕我不能参加人林渡的机会了 小嘉知道侯卫东应酬多 你少喝点吧 你以为自己是酒仙 喝醉了酒 难受的是自己 娱乐的是别人 送走了小嘉 侯卫东心想 这人林渡啊 工作时间也不短了 怎么还是这样一张快嘴啊 成也是这张嘴 败也是这张嘴 是不是适合担任主警官主任一致 还真的值得考虑啊 可是他转念又想 人林渡尽管有缺点 但是基本素质还是过瘾的 这样的人不提起来 说不定会选个更差的 比如说 要是刘坤到了住进办 那才是真的糟糕了 侯卫东就来到了杨森林的办公室 委婉地向他推荐了人林渡 回到办公室以后 他给人林渡打了电话 抱歉啊 我晚上有接待 就不去水路空了 你自己安排吧 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 东城区区长欧阳胜进来 谈了工作以后 再次邀请工进晚餐 侯卫东已经推过好几次 这一次 他就答应了欧阳胜的邀请 由于侯卫东不能赴言 张小家与杨柳等人不太熟悉 也就找了一个借口不来了 侯卫东不能来 这让人林渡感到一丝遗憾 他犹豫了一会儿 给妻子温红打了电话 邀请温红一起吃饭 平日里 温红很少参加人林渡的活动 听说要与丈夫的同事们一起吃饭 赶紧化妆 又换了最时髦的衣服 准时来到了餐厅 郭兰杨柳 秦小红三人 都准时的来到了水路空 见到打扮的得体 而且入食的温红 郭兰 暗自松了一口气 任林渡从清干班的时候 就开始对郭兰发起了爱情攻势 这一场接近十年的爱情长跑 没有让郭兰感到幸福 反而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任林渡离婚以后 郭兰有了一定的心理负担 在餐厅见到温红 郭兰就明白了任林渡的心境 不仅为他感到高兴 吃饭的时候 最初的话题是清干班的往事 很快 话题就转到侯卫东的身上 林林渡感叹着 哎呀 当初参加清干班的同学啊 除了郭兰和侯卫东 大家多数待遇平平 幸好啊 有你和侯卫东给咱们清干班争气啊 否则咱们清干班啊 那就全军覆没了 清干班的目的啊 就是培养科级干部 咱们那届清干班的学员中 除了一个副市长 还有好几个处级干部 已经算是完美地完成的任务了 郭兰在组织部门工作的时候 参加了无数次的培训班 清干班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培训 秦小红仍然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喝了酒 脸上红冲冲的 侯卫东当年在上清林修路的时候 处境是我们这群人中最高的 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会有这么大的出息 我老公还真是有眼力 他一直认为侯卫东前途不可限量 我还跟他争论过呢 现在看来啊 还是我老公的判断是正确的 任林杜接着话说 读清干班的时候 我跟侯卫东一个宿舍啊 谁料到他会当副市长啊 他这个人的运气也太好了 哎 这个不是运气好的问题啊 秦小红马上纠正 这还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他这种人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 比如说 就算他不当官 仍然在上清林开着市场 那这几年交通建设和市政建设量这么大 那肯定是千万级的富翁了 话题一直围绕着侯卫东进行 郭兰尽量不发言 他是局中人 听到耳中 滋味自然不同 渐渐的 坐中的人反而成了电影中的布景 他的思绪 不知不觉 飞到了难以忘怀的风景去 聚会散了以后 郭兰一个人走在街道上 街道上的热闹与他无关 路灯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侯卫东与东城区区长欧阳胜吃过晚饭 他拒绝取脱尘温泉泡澡的建议 回新月楼 车行之路上 他看见了背着手包 独自在街头行走的郭兰 他忍不住扭过头 透过车窗 追随着郭兰的背影 只是燕春平和驾驶员都在车上 他就只能在车上看看而已 走至新月楼的中庭 侯卫东的脑中 依然映着郭兰的身影 乌铃铃的身影 让他突然感到了一阵 没来由的心痛 他还是拨通了郭兰的手机 郭兰 刚才我看见你一个人在路上 郭兰行走在路上 满脑子都是侯卫东的影子 当手机上突然出现 那一串熟悉的号码 他全身血液的流动速度 顿时就加快了 脸上一片飞虎 他把手机放在耳边 里面传来了 让他思念的南中音 他的心跳加快 我今天晚上人临住请客 刚刚吃完 我正在回家呢 听到郭兰的声音 侯卫东把所有的顾虑 都抛在了脑后 我想你了 郭兰 我能见到你吗 这一句话 就如孙悟空的定身法 把郭兰硬生生的定在了原地 身边的行人被如玻璃隔开 瞬间就没了声音 郭兰沉默了三秒钟 果断地回答 那 那你原地不要动 我过来见 嗯 侯卫东快步走进车库 开动奥迪车 直奔街道 他远远地看到了 郭兰孤独的身影以后 他的眼光如同激光扫描仪一般 迅速将整个区域扫描了一遍 发现没有相识之人 他迅速地把小车停在了郭兰身边 等到郭兰上车 侯卫东一踩油门 小车犹如鱿鱼一般进入了主车道 很快就消失在了滚滚车流之中 郭兰 我们去哪儿 郭兰看着窗外的灯光 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些忧伤 还有一些迷茫 侯卫东看了郭兰一眼 把音响打开 小车内回荡起四兄弟浪漫而深情的歌声 歌声与仪表盘上的点点灯光 共同营造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小车开上了高速路 郭兰放弃了内心的挣扎 心中暗响 既然是真心的喜欢他 那在一起的时候 何必有如此多的顾虑呢 他在脑中猛然还蹦出了一个暴君的名言 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侯卫东扭头看了一眼过来 想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 郭兰没有回答 反问他 侯卫东的脸 在车内仪表盘的灯光下 线条显得很是刚硬 他一字一句的说道 我刚才想起了路易十五的一句话 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什么 郭兰吃惊的看着侯卫东 半天合不上嘴 怎么了 我说的是实话 侯卫东知道郭兰是聪明 聪明人一般只需要点到为止 路易十五的这句话 很符合侯卫东此时的心境 郭兰应该能够理解的 他不明白 郭兰为什么如此惊讶 我 我当然明白这是你的实话了 可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 你你在想什么 我也是正想到了这句话呀 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 说到这儿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两个人都有了身无彩缝 双飞翼 心有灵犀 异点通的感觉 在高速路上开了一会儿 天上下起了雨 雨点在车灯的照耀下如万条银丝 车内显得更加的温习 下了易阳县的高速路口 侯卫东把车子直接开到了沙州大学 你怎么开到学校来了 我妈还在呢 这叫灯下黑 越危险的地方 越安全 侯卫东 透过车窗 抬头看了看窗外 郭兰家里的客厅还开着灯 微弱的灯光射出了阳台 让人感觉很是寂寥 他上了楼 打开门 然后打开手机 做电筒 在阳台上晃了晃 郭兰提着包 急匆匆的也上了楼 一进门 两个人犹如冬天里衣着单薄的旅人 用尽全力 抱在了一起 互相感受着对方的温暖 拥抱了一会儿 侯卫东用手拖着郭兰的下巴 让我看看你 郭兰微微的抬起头 犹如一朵盛开的水莲花 十点钟 激情之后 关着灯 坐在客厅里听着音乐 浪漫 如同音符一样 在房间里旋转 忽然 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嗡嗡的低沉震动声 在安静的夜晚 显得特别的响亮 侯卫东 原本想关掉手机 可是作为一个副市长 管着这么多具体的事 彻底关掉手机 那是一件很不明智的做法 当手机第一次震动结束 侯卫东看得怪物一般的手机 心中暗想 如果再想一次 那就是有重要的事情 如果不再想了 恐怕就没事了吧 刚想到这儿 手机 本作品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 王明军 责任编辑 徐北威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收听 免费在线听书 请登陆 问候八 听书网 请听长篇自传笔小说 侯卫东 官场礼记 第八部 作者 小小老树 演播 王明军 侯卫东 与郭兰的关系 既无法停止 又不能见光 在这种状态下 两个人的每一次见面 便都带有了一种 飞蛾扑火般的壮烈 当手机第一次震动结束 侯卫东看着怪物一般的手机 心中暗想 如果再想一遍 那就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是不再想了 恐怕就没事了 心里正想着 手机又震动了起来 侯卫东这才拿起手机 手机显示的是杨柳的号码 杨柳的说话 声音很低 晚上人类怒情 我们吃了饭 吃完饭以后 我会办公室取材料 无意中听到一些事情 听到杨柳的口气 侯卫东意识到有重要的事情 他不动声色 你不要着急 慢慢说 我在上卫生间 听到有人打电话 打电话的人应该是省纪委的 他大概没有料到这么晚了还有人吧 在电话里说什么 家里有一部蓝鸟和奥迪 这不正常 我才想这恐怕跟你有关系 侯卫东吃了一惊 嘴里去说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放下电话 过来看了看侯卫东的脸色 怎么了 有急事吗 哎呀 恐怕有人是在查我呀 侯卫东 并没有说是杨柳打的电话 只是把大意讲了讲 这事还真有些麻烦 是啊 按照你们的家庭收入 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这已经是第三次调查我的家庭收入了 烦不烦呢 你别这么想 作为高级干部 这是必须接受的调查 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的 你在得到政治地位的同时 也将失去部分自由啊 侯卫东把靠在肩膀上的郭兰 拥抱在了怀里 低头吻着 烦恼真是无处不在 郭兰回吻着侯卫东 吻完了以后 问道 如果让你在官位和财富上选择一样 你选择什么 侯卫东笑了 煤矿等产业是股份之企业 而且从法律上来说呢 属于我妈 如果必须选择呢 我大概还是会选择财富吧 经过了十年的奋斗 侯卫东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与刚出学校的时候相比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郭兰站起身来 吻了吻侯卫东 既然省纪委来了人 你要有迎接风暴的准备啊 我明天要到学院开会 就不回沙洲了 你回去吧 别太晚了 侯卫东知道郭兰心中不舍 不过能说出这样的话 说明他还是有分寸的 他也没有啰嗦 闻了闻郭兰湿润的嘴唇 那我走了 嗯 你路上小心啊 不要开得太快 晚上十一点 侯卫东回到了沙洲 当天夜里 他脑中怪梦不断 梦中 是爆竹生生 第二天上午十点 他正在开会 忽然接到了父亲侯永贵的电话 小三啊 出大事了 煤矿瓦斯爆炸了 侯卫东吃了一惊 反问道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侯永贵的声音变大 矿上的瓦斯爆炸了 你赶紧过来吧 侯卫东此时正在开会 好吧 你稍等一下 我正在开会 等一会儿我给你打过来 说完 他就挂了电话 事情已经发生了 着急是没有用的 父亲侯永贵当过多年的派出所所长 他相信父亲的现场处置能力 十分钟之后 侯卫东不慌不忙地结束了会议 回到办公室 他立即关闭了房门 这才给父亲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 却是母亲刘光芬 妈 死了几个人 伤了几个 侯卫东的语气 尽量轻描淡写 可是心里依然很着急啊 如今省纪委正在沙中 火肤煤矿如果出了大事故 那事情就麻烦了 刘光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群情激昂的场面 声音忍不住在打战 死了两个人呢 还有几个伤员 侯卫东暗中松了一口气 重伤还是轻伤啊 伤势不重 在医院观察 好 妈 你别着急啊 镇里的唐树冈镇长 是出力矿难的老手 与我关系也不错 何鸿富也是多年的矿长了 按照正常程序总 只要把赔偿金准备好 没什么大不了的 刘光芬听到小儿子平静的声音 砰砰乱跳的心 这才稍稍平静下来 我被吓死了 以前觉得这儿的老百姓这么忠厚 怎么出了点事故 都变成强盗了 小三啊 开煤矿太危险了 我们把煤矿卖掉吧 妈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 死了人 家属闹闹很正常嘛 关键是要出钱 人家失去的可是命啊 赔偿咱们一定要到位 而且现在是股份制企业 不是说关就能关的 我一会儿还要给何鸿富打电话 让他全权处理 刘光芬这个时候才醒过劲了 小三 你千万不要过来啊 火肤煤矿是股份制企业 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官场的人太复杂了 小心他们借机整你啊 我就是个老太婆啊 坐监狱我去 你千万不要过来 刘光芬是一个小学教师 与官场没有什么交集 家长侯卫东回家 也基本上不说单位的事 因此 他对于官场的印象 主要来源于影视作品和小道消息 影视剧的官场生活 大多似是而非 而小道消息 通常又具有离奇的色彩 这让他对沙洲官场的印象 既真实又虚幻 侯卫东此时的心情并不平静 矿难本身就很复杂 更何况 还有省纪委的人 正在沙洲调查他 他有意让母亲放松 笑着说 老妈 这事的核心啊 就是个钱 还没有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地步 赔钱以后就是整顿呗 你和老爸一起听政府的 那就没错 刚放下电话 燕春平敲了敲门 然后直接推门走了进来 燕春平很激动地说 侯市长 刚才我接到我爸的电话 他说火腹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 死了两个人 有一个是红霸村的 听说死者有一个是红霸村的 侯卫东的心里松动了一下 但是他并不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燕春平 燕春平的热脸贴了冷屁股 稍微愣神 他随即明白自己犯了个大错呀 就算是侯卫东开的煤矿 那自己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呀 心里明白嘴里不说是郝同志 心里明白嘴里说出来 那就落入下诚了 心里不明白 那则是葫芦蛋 想到了这一层 他眼睛一转 马上改口 我爸爸知道侯市长联系过红霸村 关心红霸村的事情 因此打电话告诉我的 侯卫东见燕春平改口还算快 尽管改口显得很勉强 可总体来说还算是机灵 开矿是创刃间 一方面搞活了当地的经济 另一方面也出了不少安全事故 上清林的石场和下清林的煤矿 这些念词的人不少 你给燕书记打个电话 让他尽量为死者争取合情合理的补偿 不要让死者家庭生活困难 燕春平走出办公室 仔细回想着侯卫东交代的话 合情合理 什么叫合情合理 那就是死者家属不要狮子大开口 另外呢 煤矿给钱要及时 他马上打了电话给父亲燕道里 讲了这层意思 燕道里正在家里 儿子传达的意思 基本上也是他的想法 他把手机放回到裤袋里 一步一摇的来到了死者家里 死者的母亲和一帮子亲戚都去了矿山 死者的父亲 与见过世面的堂兄弟留在了家里 他们把村支书燕道里 和村主任刘勇请到家里 大家瞻亲戴故 一起商量事情 堂兄说道 把事情闹大了 让矿里拿钱嘛 不拿钱就抬棺材到这里 实在不行啊 就抬到县里去啊 另一个人在旁边说道 对头 听说这个煤矿是侯卫东开的 他可是副市长啊 就算是侯卫东开的矿 平时是侯老爷子在这守着嘛 我在那里拉过煤 侯老爷子为人还是可以的 应该要出钱哦 死者的父亲抱着脑袋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让他没了主张 燕道里蹲在那抽了一会儿闷烟 对死者父亲说道 再三个 人死不能复生的 你默默在心里呕气啊 不管这是哪个的矿 都要按规矩办事啊 应该给他钱 那立马要给足啊 我们找矿上的目的 就是要拿钱 你说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这是矿难的规矩 他马上给侯永贵打了过去 爸 我摸了底了 红霸村的那家要十万 我的想法呀 只要是不离谱 尽量满足 一定要注意好分寸 又过了半个小时 侯永贵又把电话打了回来 小三啊 如今县安监局县政府都到了矿上 唐树刚镇长 刚跟村民开了座谈会 赔偿定带了六万一个人 爸 这两年没况生意好 赚了不少钱 不要亏了死者 尽量满足他们嘛 哎呀 刚才啊 唐镇长跟我私底下交流了 他的态度是咱们不能超标啊 我们把标准提高以后 以后镇政府就不好谈判了 唐镇长的意思是 清临镇赔付标准 那就是六万元 我们每家给六万就行了 这倒让侯卫东感到很为难 他略为私存了一下 那这个事情一定要干脆裹断 不能让村民闹起来 即使明面上给六万 暗地里也可以多给一些 当然不要留下后患 手续要干净 另外 这个事情你不要出面 让何宏复去交手 挂断电话 侯卫东把燕春平叫到了办公室 准备啊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去了 我放你两天假 回家看看你爸 燕春平顿时两眼放光 他知道 为侯卫东效力的时刻到了 他挺起了胸膛 侯市长 你有什么话 要带给我父亲吗 我听燕书记说死者要十万 我同意死者的要求啊 可是唐树冈镇长的说法 也有道理 你到镇里 与矿上的何宏复联系一下 想办法给每个村民 补足十万 这样 才不会亏待死者吗 你这次的事放假回家 顺便办个事 不要在这里招摇 住上两天 马上回来 燕春平尽管还不太稳重 可是爱动脑筋这个特点 越来越想念道理了 办事也很灵活 让他回去办理这个事情 侯卫东还是比较放心的 等到 等到季春平离开了办公室 侯卫东对矿难 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他的思路转到了省纪委的身上 自己当初还算果断啊 否则我可真就麻烦了 话虽如此说 可是他也明白 作为市领导 其直系亲属在分管领域里经商办企业 这并不符合廉政的规定 这就是被人抨击的靶子 侯卫东在屋里转了几圈 金钟案道 要四表朝上 不死万万年 火腹煤矿跟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在上面签一个字 就算调查又怎么样 此时省纪委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电说火腹煤矿发生安全事故 而这个煤矿是侯卫东所有 白面包公高祥林听到这个汇报 立刻指示在沙州的廖平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呀 你派人去暗访 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办的 廖平已经了解了此事 出矿难的是火腹煤矿 火腹煤矿在益阳县的清明镇 侯卫东以前在这里工作过 这个煤矿是股份制企业 侯卫东的母亲刘光芬 是大股东 高祥林说道 你要尽量收集客宽的资料 还要注意分寸 好我明白 高叔姐 我觉得侯卫东的问题不严重 问题严重的是黄子弟 沙州土地买卖很不规范 义中岭和黄志强两个人 拿了百分之六十的土地 黄志强就是黄子弟的儿子 目前他已经是外国籍了 高祥林沉吟着 这个事情线索是出来了 但是涉及正厅级的领导 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 否则最多就是擦边球 这个分寸你要掌握好啊 另外你在沙州的活动 只同朱民生和季道林两个人保持联系 这两个人都是政治局务比较高的干部啊 可以信赖 放下电话 高祥林的心情有些沉重 侯卫东是全省最年轻的服听级干部 发展前面很大 如果犯了错误 那可就太可惜了 在事故的当天 验道里安抚了留在村里的家属 又接到镇里的电话 让他赶紧到火福煤矿 去招呼洪霸村的村民 他是知道内情的 赶紧来到了煤矿 在处理此事的时候 市安监局也派了三位同志参加 他们看了火福煤矿处理事故的现场 在清林镇与村民谈判的时候 一名安监局的同志 不动声色的来到了围观人群之中 他看到了一位矿工模样的人 散了烟之后就问 听说这个矿是侯卫东开的 他开的矿怎么也出事啊 矿工抽着烟 他没有理会这一点 清林这边的煤矿啊 都是高瓦斯煤矿 容易出事情 火福这边设备还算好了 还安装了瓦斯报警器 这是第一次出事 煤矿要出事情啊 哪个晓得清楚 那个人继续又问 这是侯卫东的矿吗 我晓不得 厂长叫何鸿富 平时倒是有一位侯老头在这边啊 此人来到矿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 对矿上的情况一直半解 此时验道理恰好在劝说村民 耳朵里听到这几句对话 他斜着眼睛看了看人 心想 这个人有些乖乖的 怎么总是问侯卫东啊 肯定有什么名堂 验道理仔细地看了看 越看越怀疑 他就凑了过去 仔细听那些人在说什么 只听那个人又问道 平时你们见过侯卫东来过没有啊 验道理在一旁接话 侯卫东在施礼当大官 到矿上来做啥的 我们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 那个人见验道理一副农民像 没有什么怀疑 我听说这个矿是侯卫东办的 他还真有钱啊 买得起煤矿 拿着几年前赚惨了 验道理在旁边说道 嗨 老板是哪个关我们屁事 只要按时发钱就行了嘛 说完他又对那名外来的矿工说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就知道 火腐煤矿工资最高 条件最好 老板也最大方 那一位矿工并不认识验道理 附和着 对啊 对啊 火腐煤矿伙食好 澡堂子还是淋浴呢 还有个工人买了保险 工资也高 验道理接过那个人散的烟 哎 看你像是县里的干部 怎么不到里面去坐 我就在外面转转就好了 验道理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正要再问他几句 他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他走到一边 是侯卫东叫你回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没有说 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哎呀 我的王 这是个好机会的 他派你来处理这个事情啊 你一定要给他办好 当好了 就能得到他的信任 对 我走的时候 他说可以出十万 名利不好办 暗中可以操作 哎呀 只要钱到位了 那事情好办了 从验道理的眼光来看 钱才是最缺的东西 有了钱 村庄里的事情 一切都好办 哎 对了 我刚才遇到一位外乡人啊 有些奇怪啊 验春平听爸爸这么讲 赶紧给侯卫东报告 经过一天紧张的讨价还价 加上验道理暗中帮着矿上使劲 死者明里拿了六万补偿 暗地里又拿了四万 聚在矿上的人也就散了 县安监局给火腹煤矿下达了整顿的通知 也就撤回到了县里 一场风波 基本上就消遇无形了 侯卫东对于瓦兹爆炸并不是太担心 当他听到了验春平的报告以后 他猜到多半是省纪委的人也过去了 尽管无法证实这个想法 可是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侯卫东甩了甩头 哎呀 天要下雨 天要假人 谁得去吧 侯卫东把注意力 又集中在了案头的改制方案上 县安房厂改制方案是经过多次讨论的 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侯卫东不是太满意 却也只能妥协 方案如下 由现有领导层作为经营团队 成立新公司进行融资控股 职工持股并引入战略投资伙伴的产权改革方式 捐房厂管理层持股比例为51% 捐房厂职工通过工会持股29% 引进战略投资持股20% 为了稳妥 侯卫东在方案中又增加了两条比较保守的条件 一个是管理层按照政府的规定 不以国有资产抵押融资 第二个就是要做好清产合资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补充了两条意见以后 侯卫东把这个方案上报给了皇子弟 正在侯卫东忙着捐房厂改制的事情时 大哥侯卫国给侯卫东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笑容 听众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长篇自转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八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飞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的收听